第五百七十五章 前往黑市 见几人都在院外守住 他摇头笑了笑 这里是凤府 就算你们不守住 也没人敢来犯他声音一让顿 看了他们几人一眼 说 这样吧 罗宇你去这些闸筒出来 那些东西最好是教会凤位 让他们这些出来放在宫里 以防万一闻言 罗宇嘿嘿 一笑 主子 你走时我就教会他们了 现在每个人的干昆袋里都有 而且宫里面也有 就算是有别国来犯 我们也有足够的兵力和战斗力 来跟他们交手 嗯 他点了点头 说 那你们几个就去修炼吧 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最为重要 至于范琳 你不是懂一吗 就进来帮我打下手吧 文言 范琳一喜 忙着是稽而快步地走了进去 看住院中的那些灵药 他整个心情都激动起来 其他几人无奈 他们是不懂那些药之类的东西 不过 修炼他们确实可以 于是 拱手告退 却并没走远 而是在院外盘膝打坐修炼玄器 休息了一会儿 凤九交代了范琳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便继续调配她的药剂 两后天 又一瓶药剂在她手中置出 她轻呼出口气 觉得这几天也真是够拼了 短短五六天的时间 就调出百瓶药剂来 这样的工作量也幸好不是常常这样 要不然 准能累死她 主子 刚好一百瓶范琳看住房间桌上摆放着的一百瓶药剂 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 变得习以为常 这几天跟在主子身边 看住那些外面抢破头都买就不到的药剂 在她手中一瓶瓶地炼制而出 她的心情也随着每一瓶的成功而激动万分主 不过 渐渐地 看到主子在药剂方面几乎没有失误 没有浪费到那些灵药就调制而成的药剂 此时她已经很淡定了 觉得就该如此 点好就收起来 和冷霜一起将这百瓶药剂送进宫里去 她挥手示意住 让冷霜和范琳两人将药剂收起 送进皇宫 继而 换来了侍女被热水好好泡了得早 便到床上去休息片刻 半睡半醒间 阴阴好像听到有雷鸣声响起 两人领命离开 剩下的几人留守凤府 约莫两个时辰后 他们归来 同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休息了约莫两个时辰 变起来的凤酒 正坐在院中吃着东西 就见范琳和冷霜两人走了进来 行了一礼后 冷霜站到一旁 范琳则禀抱住 主子 老爷子突破五宗 一举踏入五皇级别了 我想也是 晴天打雷 估计也就是爷爷突破了 他放下碗筷 摄氏嘴 道 冷霜 陪我去黑市走一趟 是冷霜硬住 来到他的身边 你就在家守着吧 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他对范琳说着 这才带着冷霜出了门 往黑市而去 一袭白色衣裙住身的凤酒 整个人显得甚为的清雅脱俗 出色的清澄容颜 更是让他无论什么时候出门 都能引来路上行人的惊艳目光 第576章 已无异物 百姓们看住那坐在马车里面 挑起车帘一手托住塞 往外看的绝美女子 一个个心下感慨万分 今时不同往日 她的身份已从凤府大小姐贵为公主 更何况 那段日子凤府由她执掌 她的手段 她的冷冽 当夜去围观的百姓们 可都是知道的 对她 除了惊艳与羡慕之外 就只剩下敬畏了 马车里的凤酒 已经习惯了百姓们的那些目光 她虽然拖着塞看住外面 但思绪却是飞远了 不知训员莫泽回到帝国了没 从这里去帝国的路程 可比去一等国要远得多 那被称为天空之城的地方 又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说真的 她真的是很好奇 她家便宜哥哥 跟黑市的佣兵出去历练 这会也不知道哪去了 想找她也没能找到 虽然她爹爹 已经将她爷爷要澄清的消息 放了出来 却也不知她有没听到消息 在她的思绪中 马车停了下来 外面传来冷霜的声音 主子 到了 嗯 她回过神 这才挑开车帘下了马车 往黑市里面走去 严管师一听说凤酒来了 忙去请会长 而后才跟在会长的身后来到前面 看到那抹一袭白衣着身 完全不见往日邪魅气息的鬼衣 严管师忙碌打量的目光 规规矩矩地站在会长身后 呵呵 公主殿下 楼上相防请黑市会长 笑呵呵地看住凤酒 做出了请的首饰 并在前面带路 直到进了房 严管师亲自守在门外 会长则在里面招待她 听闻太上皇好事将近 诡异这阵子 怎么还会有时间前来黑市 黑市会长笑呵呵地笑问 记得当日青藤国那边 传来诡异的画像时 他们可是生生吓了一跳 若不是再三确定 怎么也不会猜到 这鬼衣居然就是凤府的大小姐凤青哥 如今的公主殿下 不过 知道了她守卫凤府的事情 与青藤国皇室对抗的事情后 她却觉得 只有那样才是鬼衣的处理风格 想到鬼衣就在云月城中 而且还这凤凰皇朝的公主 她一颗心就激动起来 原本想着自己这个会长 在这地方也就是个摆设 不过自知道她就是鬼衣后 她便一直兴奋住 黑市里的东西不少 只是在云月城这里 却是极少有上好的东西 因此 今天来我是需要会长帮个忙 凤酒笑着 看住眼前的男人 闻言 那会长笑了笑 问 鬼衣请说 我需要一些法器或灵器 攻击和防御的都要 还有两件飞行法器 这些我想透过黑市购得 品鉴不要太低的 除了可以购物 也可以跟我一屋一屋 听到这话 那会长睁了一下 继而眼中浮现喜意 鬼衣的意思是说 只要拿出你看得上眼的法宝来 都可以在你那里换了一瓶药剂 但她点了点头 看住那会长再愣了一下后 眼中蹦射出欣喜而激动的光芒 鬼衣阁下 我私人也收藏有几件法器 就不知你能否看得上眼 第五百七十七章谁去为好 她一边说着 一边从空间中取出数件法器来 给她介绍起功能 只是 她的数件法器 最后凤酒也只看中了一样 名为飞天伦的一件飞行器 这一件 换吗 她看住黑市会长问住 换 当然换黑市会长笑了起来 语代期待地问 不知鬼衣阁下 想怎么换 听到这话 凤酒笑了 贪腻了 那一脸期待的黑市会长一眼 说 会长以为呢 此时 她的声音已经微冷了下来 那朝她撇去的目光 也带着几分的警告之意 见此 黑市会长哄得笑了 打消了想敲她几瓶药剂的念头 刚才她确实是有那个念头升起 她想着她应该不太懂这行情 若是这飞天伦能换来两三瓶药剂 那她可就赚大方了 毕竟那飞天伦虽是一件不错的飞行器 不过她自己也有一件 留着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拿出来换些可以进阶的药剂 她可是收到消息 以凤老爷子刚回来没多久 就已经进阶突破成为了药皇 别人不知道 她可是知道的 定是这诡异动的手脚 用她的药剂帮她突破的 若是她的修为可以再突破境界 只要实力允许 就可以调往别的地方了 虽然这凤凰皇朝今日不同往日 但她还是想那些高等国家的黑势力做事 只有在那样的地方 接触到的事情和见闻才会更加的多 这个 以施加来说 换鬼衣一瓶境界的药剂还是差不多的 她开口说着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见她的目光一直盯住她 似笑非笑 她不由地又开口道 嗯 这样吧 这件法器诡异也留下 这样一来就真的差不多了 她心下轻叹着 本想敲她一笔的 谁知什么便宜也没能占到 闻言 凤九这才取出一瓶药剂来 同时将那两件法宝收起 这才道 那就先这样吧 其余的 还请会长帮我留意着 我就先走了 她点了下头后 便带着冷霜出了厢房 离开黑市后 她坐上马车往皇宫而去 大殿之上 凤霄正跟几人商量着什么 听见外面护卫进来禀报 说公主来了 不由地抬头看去 却连人影也没见着 直到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见她女儿 以悠哉的步伐 朝这边走来 爹爹她唤了一声 走了进来 目光在几名中年凤卫的身上掠过 大小姐几人行了一礼 对凤霄道 属下先行告退 说着 便远退了下去 小九 我正想找你呢 来 到这里来坐 我给你看看最近的安排 她招手示意住 让她走上前去 凤九走上前 来到她身边坐下 聘礼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想问 这送聘 是由谁去最为合适呢 这是本来应该是下面的人 要处理的事 不过 她素来有主见 她觉得这是问问她 也许更好 这个嘛 她魔光微动 想了想 笑道 要不倒是我就带爷爷走一趟吧 第五百七十八章 三江送聘 文言 她有些迟疑 这 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而且 那么多的聘礼 也对我的飞行船可以送去 要不然怎么送去 所以说起来 这是由我去 最好不过了她倾校主 又问 不过 爹爹 倒是我们是去三江城迎亲 还是他们先过来我们这边 找个地方住下 我们再迎亲 像这些事 我可就真的一点不懂啊 这是啊 你到了那边问一下他们 他们自会有安排的 他说着 略意沉思 道 你一个女孩子家去 或不成 这样吧 去请耿家老爷子 让他与你同行 也算有个长辈在身边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他也会说的 听到是 耿家老爷子 凤九点了点头 也行 聘礼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打算几时启程 他又问住 凤九眸光微转 想了想 道 就明天吧 我等会把飞船行放到宫门外 先将聘礼搬上去 随行送聘的人清点好 明天就出发 好 那你去你爷爷那里说一声 我亲自去耿家 请耿家老爷子与你同行 说着 他站了起来 便往外而去 凤九则来到他爷爷修炼的地方 找到了他 将事情跟他说了一下 又查看了下他的身体状况 再给他留下一些可进阶的药剂 爷爷 药剂虽可助进阶 但也不可用过猛 在你这个阶段 以你的身体状况来说 只能用两瓶了 他看住眼前的鹰进入五黄 容颜有了些变化的爷爷 继续道 这两瓶药剂用完 无论你的品阶达到哪个地方 都只能先停下来 不可再修炼 呵呵 凤丫头 你放心吧 爷爷吃盐比你吃米还多 这点道理是知道的 放心吧 我现在的心态 已经不会像那时一样了 凤老爷子辅助胡子笑说着 又交代道 有你耿爷爷陪你前去 爷爷就放心了 那好 我就先回去了 还得安排一下事物 他笑着说着 与他道别后 这才转身离开 这一回送聘 除了他爹爹安排好的人之外 他把裸羽巴人和冷霜给带上了 至于冷华 则留在凤府中打理事物 隔天清晨 当那艘豪华的飞船停落在宫门口时 引得百姓们纷纷为官 尤其是船上的那些贴住双喜的那些红字 更是让百姓们惊叹纷纷 听说是太上皇要赢取的 是三等大国的一位施加千金 这是去上聘的呢 国主自消息贴出 周边各国的请帖都送去了 大喜 的日子是在12月13 到时一定很热闹 那是肯定的 这可是老太爷 不是 是太上皇的亲事 肯定得办得轰轰动动动的 你们看 那是耿家老太爷 听说国主昨天亲自登门 请他同去送聘的 飞船前 不同往日灰色衣袍住身的耿老太爷 穿着新作的衣袍 戴着暗纹的棕色衣袍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为的精神抖擞 当他看到那从里面走出来的身影时 眼睛一亮 第579章执念 那从宫门中走来的那抹白色身影 步伐轻盈优雅 一群在清风中轻轻浮动住 端住的是一派的清雅脱俗 端庄大气 在他的身边 跟随的是一身黑衣 容颜冷颜的冷霜 在后退一步的距离 则是八名容颜俊朗 气质出众的凤卫 在这些人庸促之下 更显得前面的那一身白衣的凤酒 尊华无双 耿爷爷凤酒唤了一声 面带笑容地打着招呼 麻烦您老人家了 呵呵呵 哪里哪里 老夫 是荣幸之至啊 哈哈 他朗声笑着 整个人显得中气十足 凤酒微笑住 对身后的几人道 去看下东西都准备妥当没 是 几人朝飞船走去 一颗心都紧张起来 这可是他们第一回跟主子出门 面上虽是不鲜 可自知道这一消息后 他们从昨夜就一直没能睡着 凤酒和耿老爷在聊着 那便则是轻点着聘礼和人员 不多时 他们走过来禀报 主子 聘礼和人员都到齐 随时可以准备出发 好太应了一声 做了个请的手势 耿爷爷 请 耿老太爷点了点头 便转身迈步登上飞船 踏上这艘飞船的那一刻 他心下竟是感叹 没想到这第一回坐上飞船 即是在为凤家老头去送聘的路上 真是意想不到啊 带众人上了飞船 凤酒让他们都坐好后 便启动飞船往大雁国而去 而在另一边 清藤国中 皇宫之内 听到凤凰皇皇朝最新的消息传来 太子聂藤坐在桌案前 宁眉沉思 目光阴质而不甘 比起与凤九初见时的模样 此时的他浑身阴狠之气已经散出 凤皇皇朝 凤皇清歌 还是凤九 还有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自回来后 他被他父皇狠狠地训事了一顿 再三勒令不可再去招惹 那凤皇皇朝的人 更将他身边可用的人都召回 就怕他一时没忍住 再去动凤皇皇朝 但 受了那么大的耻辱 他会甘心就此罢手 对于那个肆意张扬的绝美女子 那个美得如一团伙的女子 他从最初的一时欣喜变成了执念 让他放手 怎么可能 只是 一想到那个黑袍男子 想到那个男子身后的势力 他却又一阵无力 严主 那个男人 竟是势力便不割大国的严殿之主 他如何有那个实力与他抗衡 一想到 那男人冰冷而凌厉的目光 蕴含着的毁天灭地威亚 至今 他心头仍有些发颤住 他的手紧紧地扭成拳头 眼中蹦射出是在必得的光芒 低声尼南柱 本殿不会放手的 凤青哥 本殿一定会得到你 大雁国 三江城林家 众 苏西自凤老爷离开 就一直懒洋洋地坐着 盼着 对什么都提起不对劲 这些天可说是数珠日子 在过日子的 当林伯衡和林城志走进来时 就见他一手脱腮坐在院中 两人相视一眼 林城志便笑着唤了一声 姑姑 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出去走走 第五百八十章 满城皆知 苏西看了两人一眼 说 不了 我等会还要绣儿枕套呢 他的嫁衣是他娘留给他的 本以为不会用到 不过 放了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嫁衣不会绣 他便绣了一对鸳鸯枕套 只是这头回当代驾新娘 他也是一团乱 不知应该做些什么 再加上想见的人又不在身边 整个人整天便是懒洋洋的 做什么都没进而 而两人听到他的话 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出声来 一对鸳鸯枕头套自三圆离开秀 到现在还没好 这速度也真是慢得可以了 也好在不用他绣甲衣 要不然得秀到猴年马月 负责两人陪他在院中做了会 聊了聊天过了一会 两人打算离开之时 就见管家匆匆忙忙 一脸激动地跑了进来 来 来了 家主 来 来了 什么来了 林伯恒瞥了他一眼问住 连林承志和素希也看了过去 视线落在一脸激动的管家身上 送聘的来了 管家一脸兴奋地说住 什么 送聘的来了 林伯恒和林承志两人相识一眼 这也太快了吧 这才回去没十天吧 这么快就来送聘了 素希则一脸惊喜地站了起来 问 真的 三圆呢 是他来送聘吗 还没看到人 只知道好大的阵势 那艘豪华飞船直接飞进了三江城 正朝我们林府而来 船身上贴着大大的双喜字 引得城中众人都惊叹一轮注 都跟在太空船后面 朝我们林家来看热闹了 一听这话 父子两人傻眼了 忙道 快 快随我出去看看林伯恒说着 又吩咐素希 你留在院中别出去 代嫁女儿家不能出去露面 等会若是三元来了 大哥便差人来告诉你 素希心下也欢喜住 知道规矩如此 便点了点 头 脸色泛红带着娇羞地催道 我知道了 大哥 你们快去看看 哈哈 大哥知道了 承挚 走吧 林伯恒看了眼儿子 这才大步往外走去 而此时 林府中众人得知消息 也纷纷赶走了出来 当他们来到家门外时 远远的就看见一艘贴着双喜大字的飞船 朝这边飞来 飞船的速度放得很慢 也飞得很低 一声声的花炮声从飞船上传出 砰的一声在天空中响起 散开了缤纷的花彩从天空中飘落 煞是美丽 除了一路的花炮之外 自进城中后 便有喜塘自飞船中一路洒落 更是让城中百姓欢呼不已 整个三江城都沸腾了起来 欢呼声不断 一些势力和家族都纷纷出来观看 甚是惊讶 要知道一般来说 飞船都不得进城内 可这艘飞船却能直接飞进来 可见拥有太空船之人来历非凡 听到城中欢呼声不断 以及那齐齐朝陵府而来看热闹的众人 凌家众人惊讶万分的同时 也是欢喜不已 这样的阵势 这样的动静 满城皆知 他凌家要嫁女 可真是光彩啊 真是给足了他们面子 第581章声势浩大 缤纷的花炮与喜塘 一路洒到凌家大门的上方 随着天空中的飞船渐渐落地 周围也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凌家众人围在大门前 满面笑容地看住眼前这热闹的一幕 心里激动万分 这样别出心思的送聘 这样轰动整成的动静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凌家 就是今日嫁女呢 其实 今日也只是送聘而已 就在这时 周围众人惊叹连连 议论纷纷之时 飞船上走出一名身穿红色衣袍的俊美少年 少年容颜出色 俊美无双 眉宇间散发住肆意飞扬的神采 一出现便引来周围众人惊叹的声音 与惊艳的目光 瞧 那少年长得真出色 好个俊美少年郎 这到底是谁家少年郎 一身气度真是非凡 也不知这少年有主了没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一袭红衣的凤九脉步走下飞船 随着他走下来 耿老爷子和冷霜罗鱼等众人都跟在其身后 除了冷霜的一身黑衣之外 八名凤卫此时身上穿着 结实青衣色的凤卫银色衣袍住身 容颜俊朗 浑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 如同一把带出销的利剑 甚是射人 在这些人的庸促之下 那走在前面的红衣少年 更是显得耀眼非凡 主仆分明 一眼就能让众人看出 那个年纪轻轻的俊美少年 就是那些人的主子 林爷爷 我带我爷爷送聘来了凤九 一边迈步往前 一边拱手笑住说着 直到来到他们的面前 哈哈 原来是小九啊 林伯恒原本想叫凤丫头的 不过见他依旧是一席男装助身 于是便改换小九 同时 目光从他身上掠过 看向了那一旁的耿家老爷 这位是我爷爷的好友 我们云月城耿家的老太爷 这次是受我爷爷和爹爹所托 与我一同前来的凤九笑着 为两人介绍住 林家主 九仰大名耿老爷子拱手笑住 对于林伯恒 他也是在路上 才听凤家丫头说起 里面请他做出请的手势 请他们入内 凤九微笑住 与耿家老爷子迈步往里面走去 冷霜紧跟在身后 而八名凤卫则留下 吩咐着随行的送聘人员 将聘礼一箱箱的抬下来 往陵府中搬去 围观的众人看到那一箱箱的聘礼 往陵府抬去 一个个惊叹不已 这竟只是送聘啊 我还以为是前来迎娶呢 这送聘的阵势也太大了吧 你知道什么 据说凌家嫁的是那位叫苏西的女子 是凌家 主的亲妹妹 与她成婚的是凤凰皇皇朝的太上皇 据说这凤凰皇皇朝是新崛起的皇朝 这太上皇与凌家主更是结拜兄弟 那红衣少年又是什么人 难道是那凤凰 皇朝的殿下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据说 那凤凰皇皇朝国主只有一个女儿 可没听说有儿子 第582章交接聘礼 外面 众人在议论住 看住那一箱箱的聘礼抬入陵府 都在赞叹住他们送聘的大手笔 那至少有百箱的聘礼 真真是让人看了心情激动啊 而在里面 除了陵府主要的人员之外 那些女眷们都没能进大厅 而是让府中的护卫们清出一块地方 将百箱聘礼先放在大厅前面的院中 满满的百箱聘礼 将整个院子塞满 让那些女眷们看得心头羡慕不已 大厅中 主位坐着的是林家家主林伯恒 凤九和耿老爷子两人 坐在坐下方第一和第二个位置 林承志坐在他们的下面 而右下方坐着的则是几位祖老 和他的另外几个儿子 凤丫头 你们挑选的日子是在哪一天 怎么这么快就送了聘礼过来 还有你爷爷呢 怎么不是他来的 林伯恒问住 其实也不在乎送聘之人 是不是凤老爷子 只是以为他会来 却不见他来 故而有此疑问 凤九看向他 笑道 日子挑好了 就是十二月十三 我们是算住黄道吉日前来送聘的 至于我爷爷 他回去后就一直在闭关修炼 如今已经突破五宗 进入五皇级别 他想在最近这段时间再突破 可以进入五尊 因此便只能由我和耿爷爷前来送聘了 说到这 他微微一笑 拱手道 若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望林爷爷和各位无怪 哈哈哈哈 哪里会 林伯恒朗声笑着 心下却惊奇 于是问 三元这才回去没多久 就进入五皇了 怎么会这么快 短时间里进入五尊级别 这可能办不到吧 文言 凤九笑道 我也有告诉他 让他量力而行就可以了 能不能进阶是一回事 尽力了就好 是啊 尽力了就好 他就是 太在乎世人的眼光 他摇头笑了笑 又看向耿老爷子 这回真是麻烦耿兄弟了 这一路你们辛苦了 帝要好好在府中休息两天 不麻烦 能 前来贵府带三元送聘 也是我的荣幸 耿家老爷笑着说着 献他们说了会话 直到外面凤魏进来禀报 百香聘礼已经全搬了进来 他这才取出送聘的单子 走上前双手奉上 林家主 这是聘礼的单子 请各位随我外出 清点交接聘礼 好 那我们便一同前往林伯恒 点了点头 朝那几位祖老示意了下 便一同往外走去 来到外面 看到那堆摆了一院子的 箱子时 一个个面带笑容 百香聘礼对他们林家来说 也并不是没见过的 只不过 以他们能拿出百香聘礼来 可见他们对这门轻视的重视 这让他们心下甚是欣慰 更何况 聘礼就不说了 单单他们送聘进城 这一路的浩荡声势 已经为林家攒足了面子 聘礼单子一室三份 男方一份 女方一份 女方家族一份 此时 庚老爷子拿着其中一份 念着上面的聘礼 便有护卫将箱子抬出 放在众人面前 打开给林家众人一关在盒上 由女方家族抬到库房去放 第583章不可能 众人听着那根老爷子 念着珍宝的名字 就见那些送聘的护卫 抬出箱子打开 满满的珠光宝气 耀眼光芒 闪得他们一眼 看得他们心下暗自惊叹 什么南洋珍珠 什么如意金玉 香香满满地在他们面前打开 饶氏早有心理准备 仍让他们随着耿老爷子的清点 而兴奋地期待住 百香的珍宝 铃罗绸缎 古丸珍品 珍贵药材 一箱箱地贴上封条后 抬往林家库房 直到 剩下最后的一个箱子 却见娜娜跟老爷子声音一顿 看了凤九一眼 在她的示意下 这才清了清喉咙 最后一箱 珍品药剂一百瓶 听到这话 林家众人愣了一下 各个面面相去 什么意思 珍品药一百瓶 假的吧 凤凰皇皇朝只数九等小国 上哪去弄百瓶珍品药剂 应该是普通的药剂 然后不好意思说 直接说成真品了吧 众神神色各异 谁也没将这话当真 毕竟 百瓶珍品药剂 那样的事情太过不可思议了 根本不可能发生 直到 最后的那个箱子被抬上前来 箱子打开 上下两层各放着五十瓶的药剂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到这一刻 看到那百瓶药剂时 众人的神色仍透着怪异 凤九见众人神色 也没有多说 只是露出一抹一味深长的笑意 他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箱子盒上 打上封条被抬入库房 只有林承智注意到 他唇变的那抹一味深长的笑意 他也没开口 只是心下暗自私存住 交接完后 邻家众人设宴款待他们 席间 素希也现身招待众人 为他们安排休息的地方席后 凤九来到素希的院子 与他说了一会话 告诉他 凤老爷眼下正在修炼的事 若不是爷爷在修炼 他就会亲自过来了 他要我带话 让素希姑姑 不要怪他 凤九看住眼前这个温婉的女子 眼中竟是笑意 素希一脸的甜蜜 应了一声 笨 我知道的 你回去后让他多注意身体 不要累倒了 凤九笑印住 将聘礼的单子递给他 这一张是给素希姑姑的 姑姑收好了 好他结果收了起来 道 你一路也辛苦了 回去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过去找你一起吃早膳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他笑住 这才转身离开 至于在另一边院落中 凌晨志想到今天交接聘礼时 凤九露出的那抹笑容时 心里一直疑惑住那百瓶药剂 真的只是普通药剂 若是普通药剂 他们应该不会送来当聘礼 可若真是真瓶药剂 也不太可能啊 毕竟 真瓶药剂是那样的稀少 每瓶都是有事无价的 他们又怎么可能 一下子就弄到一百瓶 嗯 似乎不太可能 他低难住 声音小的只有自己听得见 看到他家夫君 在那里一直走来走去 也不知想着什么 时而皱眉 时而又自言自语 大夫人不由笑问 你一整晚都怎么回事 你转不晕 我都看晕了 第五百八十四章 各备厚礼 我在想那聘礼的事 你去睡吧 不用等我 他摆了摆手 想着要不要过去 找他父亲谈谈 聘金 那是姑姑的 你瞎操心个什么 大夫人不由笑了起来 这个你不懂 他说着 负着手在房中走了走 又道 我还是去找父亲谈谈说着 便想往外而去 却被拉住了 大夫人无奈地看住他 道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有什么事不能等明天说的吗 再说了 这聘礼都贴了封条进库房了 客人也还在府里 你在瞎操心 这聘礼的事 指不定人家怎么想了 凌晨之一正 看向他问 怎么想 他不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想跟他父亲谈谈罢了 父君 那聘礼是给姑姑的 就算是父亲 也不会去动那些聘礼 到时肯定会原封不动地 让姑姑带回凤凰皇皇朝 给他做面子 所以我觉得 这是你不要管了 父亲都没说什么 就算有什么 那也是父亲过问的事 而不是你他的声音一顿 道 你的 身份只是侄子 差了一倍呢 听到他的话后 凌晨之想了想 便也作罢 算了 这是等他们走了再说吧 眼下客人在府中 也确实不好再说聘礼的事 此事便就此被他压下 不过心中 仍记挂着那百瓶药剂 觉得还是得找个机会 看看为好 隔天清晨 凤九与素希吃了早餐后 凤九便和耿家老爷子 一亿冷霜和八名凤卫出了门 来过这里的他 打算带他们四处走走 看看这三等大国的 三江城里的繁华 而当林伯衡打算去打凤九 和耿老爷子聊天喝茶时 却被告知 他们一大早便出了门 打算去游玩一番 没人陪住他们去吗 林伯衡问住 皱了皱眉 觉得这样有事待客之道 大哥 素希走了进来 听到他的话便笑道 我本来要陪他们去的 不过凤丫头说他来过了 对这里熟悉 便自己带他们出去了 我见他们人也不少 便没跟住去 让客人自己在城中转 这有失礼数 林伯衡说着 摇了摇头 没关系 都是自己人 素希笑嘱说着 挽住他的手道 大哥 听说百香聘礼 让组里不少人 看得眼花了 我可还没见着呢 哈哈 你不用担心 那些都是你的 大哥不会动的 暴时啊 除了这一份聘礼外 大哥还给你准备了一份 而且你的另外几个兄长 也说了 暴时都为你准备上一份 还有你的几个侄子 暴时你的嫁妆 只会多不会少 定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大哥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听到兄长说 他们都各为他被了嫁妆 心下十分感动 林伯衡朗声笑住 说 凤丫头他们送聘来得突然 我这也没来得及通知父亲和母亲 不过 倒是你出嫁 他们一定能赶回来的 想到他们的父母 两人 脸上的笑意都加深了 第585章是定 他们的父母都一百多岁了 两人身体都很硬朗 也没在这主家中居住 而是在几个儿子间各住一段时间 因此 最近几个月也没在主家这里 不过对于这门亲事 他们却是知道的 大哥 既然婚期是在12月13 那就让父亲和母亲 以及几位哥哥一同回来吧 他露出笑容说着 想到又可以看到他们 心下也是十分欢喜 家族大 儿女们长大后各自分家 主家这边继承者 为身为大儿子的林伯衡 至于其他的几个弟弟 则分了出去 各自立门户 因也不在一个城中 就只有在有大事时 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 呵呵 早在昨天我就让人传了消息出去了 估计最迟明天就到了 那就 好他点了点头 笑道 我先回去了 我的鸳鸯枕套还没绣好呢 文言 他摇了摇头 挥了挥手 示意他回去 至于另一边 凤九带着他们 在三江城中四处闲逛着 直到正午时分 他们进了一处酒楼的二楼 订了两张桌子坐下 点了酒菜吃着 耿爷爷 到时我爷爷是得亲自来三江城迎娶 还是怎样 他有些好奇地问住 一边给他倒了酒 耿老爷一手辅助胡子 说道 这个等我们回去 跟林家人商量一下 这三江城 离我们那里也远 若是过来迎接 怕路途遥远 路上会出什么事情 因此 最好的办法 还是提前将人接到我们 于岳城落脚 待到即日 再将人迎进宫中 他声音一顿 又道 这事就我们在这里说说 至于最后怎么决定 还得跟林家人商量一下 恩 他点了点头 也确实应该如此 一行人 人酒楼中吃过后 又出外面转了几圈 直到傍晚 他们才回到林家 将到时如何迎接新娘一事 商量了下 而听到耿老爷子的话 林伯衡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恩 确实如此 这里离凤凰皇皇朝较远 就是飞船 也得两天的时间 到时若是来这里接新娘 真的是各种不方便 他的声音一顿 又道 这样吧 到时我们会送假 你们就先在云岳城里 找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居住的 等到即日即时 让三元来迎娶就行了 这样一来 双方都方便 还能省不少事 也能减少意外的发声文言 凤九和耿老爷子相识一眼 不约而同地开口 这样更好 我们自然是赞同 恩 那就这样说定了 林伯恒朗声笑住 接下来 凤九便提了明日回去一事 知道他们要离开 林伯恒便问 不再多住一天吗 我父亲和母亲已经赶回来了 最迟应该也是明天到凤九 笑了笑 道 见面的机会以后一定会有的 这来回路途也遥远 我想着还是早点回去 免得他们牵挂住那好吧 既然这样我就不留你们 明日一早 我送你们吧 文言 他眼中迎着笑意地点了点头 好 多谢林爷爷 第586章二老回复 此日 在林家众人的相送之下 凤九等人如同来时一般坐上飞船离开了 一趟大宴国之行 让耿老爷子眼界大开 更加坚定了要修炼进阶之心 而看着他们的飞船离开 直到消失在云端不见踪影 林府众人才边说着话边转身往府里走去 父亲 我有话跟您说林承治憋了两天的话 在看到凤九等人离去后 终是憋不住了 林伯恒回头看了他一眼 试一道 到书房来说着 便迈步往里面走去 书房内 林伯恒坐住 看住跟进来的儿子 道 说吧 什么事 是姑姑的那些聘礼的事 他也在桌边坐下 道 那百平药剂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那百平药剂 他看向他 道 那你觉得是哪样 凤凰皇皇朝也不过刚上来不久 原本的凤凰就算势力强大 但在九等国那样的地方 又能有什么样的好药剂 他到了杯茶喝着 一边说 不过 这药剂是好是坏 也是他们的心意 我们也不能嫌弃 这是你就别再提了 听到这话 就知他误解了他话中的意思 不由摇了摇头 笑道 父亲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觉得 那药剂不简单 怕是真的是真品药剂 喝了杯茶水的林伯恒 蜜了他一眼 平静地问 你怎么会这样想 父亲忘了当时所调查的事情吗 凤叔的这个孙女凤九 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而且 凤叔这才回去多久 居然这进入五皇级别 由此可见 定有药物辅助 再加上他们送来百瓶药剂 就更可证明这一点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有药剂师 他点了点头 笨 而且估计还是品阶不低的药剂师 所以我才想到 那百瓶药剂不简单 文言 林伯恒沉默了片刻 道 药剂我们接触的较少 若是真的想知道 估计就只有拿去药剂工会 让他们验证一下了正说主 就听外面传来管家禀报的声音 家主 老太爷他们回来 听到这话 书房里的父子两人一正 忙起身往外走去 林伯恒问 到哪里了 此时正在大厅中 管家的声音刚落 林伯恒和林城志 已经往大厅而去 来到院外 还未进大厅 就听见里面一片的热闹笑声 他们两人迈步走了进去 看到坐在主位的两人 林伯恒忙行了一礼 恭敬地行了一礼 父亲 母亲 是老大和承志啊 主位上坐着的老夫人 看起来约莫六十来岁 面容慈祥 目光带笑地看住儿子和孙子 承志拜见祖父 祖母林承志恭敬地跪下行李柱 给二老客了的头 好好好 起来起来 承志 过来让祖母看看 你这阵子是不是没修炼 怎么修为也没什么长进 一听这话 林承志不由地露出一抹仿效 祖母 我有修炼 只是这修为越到后面 进阶越难 孙儿也是尽力了 第587章 这瓶子有些眼熟 我们修仙之人 修炼是头等大事 只有实力越强 寿元才越高 你们可不能偷懒了 一定得秦家修炼 知道吗 行了行 啦 别一回来 就念叨着这个旁边的老太爷 没好气地说住 笑呵呵地对他的大孙子说 修炼慢慢来 不用急 今天咱不说这个 他声音一落 看向一旁的儿子 问 我们一进城 就听说送聘的 送得浩浩荡荡 他们人呢 还在府上吗 林伯恒一听父亲问话 忙应道 已经回去了 刚走不久说着 将聘礼的单子递上前 这是聘礼单子 还望父亲母亲过目 老太爷结果大致看了一下 刚看到那最后的百瓶真瓶 药剂时服了服胡子 这百瓶药剂你看过没 真瓶 他们的小国也只能算九等 何来的真瓶药剂 要知道 这东西就是他们这样的家族 想要找出 几瓶都难 他们一出手就是百瓶 普通药剂吧 然 若只是普通药剂 也不可能会送来当聘礼 指点收了 至于单子上所说的百瓶药剂 儿子并未打开看过 那就送去药剂宫验证一下吧 素希笑着走了进来 来到他母亲的身边 亲密地挽住他的手 父亲 母亲 你们可回来了 素希丫头 你还敢说呢 老爷子双眼一瞪 你说你办的什么事 怎么会派人将三元给掳了回来 这是做得真是荒唐 行了 你说他做什么 老夫人见了不悦 瞪了老爷子一眼 拍了拍素希的手笑道 你别听你爹的 那老东西古板得很 你做得好 就该这样做 听到这话 底下的祖老和儿子们纷纷低头 或者看向别处 有的忍俊不住地露出了笑意 老爷吹胡子瞪眼地盯着 动了动嘴 却没说话 只是哼了一声 别开了眼 妹妹 你就看到父亲和母亲了 怎么没见到三哥我啊 一旁坐着的中年男子打去的笑柱说着 三哥一听你要出嫁了 可是让你嫂子给你背了份厚礼 你就没个表示表示什么的 文言 他轻笑柱 道 三哥 我一听你们都一起回来了 就去厨房让他们给你们做了最喜欢吃的菜 不然我也不会等到现在才来了 哈哈 我就知道小妹最有我们的心了 我们啊 在路上也说了 这次回来就祝道你出嫁 对了 道是三元是来三江城迎亲还是怎样 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排行第二的素希兄长问住 目光带笑地看住自家妹妹 大哥都安排好了 他羞涩一笑 有了一丝女儿家代价的娇羞 素希丫头 走 陪娘去你院子走走 这里就让他们几个好好说说老夫人示意着 扶住他站了起来 素希跟众人说了一声后 便陪着母亲先离开 待他们离开 众人也怜起说笑的心情 老爷子交代 老大 你让人去把那装着百瓶要紧的箱子抬来 是 林伯恒映住 亲自前往 带人将那箱子抬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大厅中间 第五百八十八章一模一样 打开老爷子示意 众人便见 在林伯恒打开封条后 箱子里上层放着五十个卡定住的瓶子 那瓶子甚至是精致 好似每一个都是精心定制的一样 老爷上前拿起一瓶看了看 眼尖地看到那瓶底之处 刻有一个特别的图纹 不由地争了一下 招手道 老二 你来看看这瓶子上的图纹 是不是有些眼熟啊 听到这话 林老二走就前接过一看 除了见这瓶子 甚是精致之外 对那瓶底之处的那个图纹也觉得有些熟悉 不由地宁眉想了想 是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他说着 呼得脑海灵光一闪 一拍大腿 对了 他忙着取出一张图纸 上面画着一个精致的瓶子 以及瓶底下印住一个图纹 两样相比 这一看 父子两人浑身一震 眼中皆有着不可思议 旁边的众人见他们如此 心下疑惑 问 什么眼熟 你们见过这瓶子 然而 父子两人都没说话 又拿起了几瓶茶看着 皆看到瓶身 下面有着同样的图纹 不由地愣了愣 不可思议地道 这 这不是做梦吧 大哥 这箱药剂真的是凤凰皇皇朝的人送来的 林老二压下心中的震惊 忍不住问 是啊 怎么回事 这药剂有问题 看两人的神色 怎么那样奇怪 林老二咽了咽口水 尽量地用平静的声音问 大哥 各位祖老 你们可曾听说一位叫诡异的药剂师 其中一位祖老道 是有听说过 据说此人炼制的药剂极为珍贵 在各大国都是有事无价之物 这人被传得极为传奇 何止传奇 他 炼制出来的药剂极少 但每一瓶都珍贵无比 有多少卡在修为上的老怪 只要用了他的一种进阶药剂 都可以突破门槛 得以顺利进阶 他的药剂每一瓶都是价值连城 就是有人开出天价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他激动的说住 看住众人的神情 他只觉得激动的心情无法平复 此时 连老太爷也是激动的身体微微颤抖 脸上胀红 双眼迸射出激动的光芒 这回我们在黑市的拍卖会那边 看到有一瓶诡异的进阶药剂拍卖 也去看了 现场各大家族各大势力的老怪都出动了 就为争夺那一瓶进阶药剂 那瓶药剂最后派出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 林老二继续道 父亲本想竞价的 奈何实在是那价格太高 竞拍不下来 不过后来我找了门路 要到了诡异的特定图文 你们看 就是这个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弄回来的 众人愣了愣 一时没反应过来 然后呢 这跟这些药剂有什么关系 唯有林伯恒和林成之父子两人心头一震 猛然大步上前 拿起一瓶药剂对比了下那张图纸上的图文 这一对比 那一模一样的纹路 看得两人心神皆振 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 这 这两个图文是一模一样的 第589章诡异的药剂 什么 旁边的祖老和其他几人 一听这话接围了上来 只是 不带他们靠近 就被老太爷喝住了 都站好别动 老太爷声音一出 众人瞬间站住 一个个僵硬住身体 看了看老太爷 又看了看他手中的那个瓶子 以及林老吉手中的那张图纸 想说些什么 可在老太爷的目光之下 谁也没开瓶 谁也没动 整个大厅顿时静了下来 乱哄哄的像什么样子 要是把药剂打翻 掉地上了怎么办 老爷子没好气地说住 瞪了众人一眼 道 都回位子上做这事 众人 脸上泛热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也不好意思地垂低下头 纷纷应了一声吼 回到位置上坐下 一双双的眼睛 则都落在老爷子的身上 看到众人都归位坐好后 老爷子这才倾咳一声 道 这药剂的瓶子 随于诡异特定的瓶子 是一样的 但这里面的药剂 却不甚清楚 毕竟这里是上百瓶的药剂 若真的是诡异的药剂 那可就真的非同小可 她的声音一顿 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 今天在场的众人听到了 自己知道了就好 就是你们的女人儿女 也都别提起 若这真的是诡异的药剂 消息一传出 势必会为我们林家带来灾难 但只要我们运用得好 这确实可以让我林家 更上一层的一个契机 说到最后她的声音都微颤了 众人相视一眼 点了点头 硬道 是 我们知道 并不会泄露出去 恩老爷点了下头 问 老大 他们送聘礼来 没说是什么药剂吗 林伯衡有些羞愧地摇了摇头 我以为只是普通药剂 没在意也没多问 诡异的药剂有很多种 每一种都各不同 大哥 这上下两层可都是一样的 你可打开看过 林老二说着 目光落在林伯衡的身上 那就把下层打开 也真是的 送来聘礼 你们居然也没问一下 老爷子瞪了瞪眼 示意他上前将上层取下 林伯衡一言上前 当打开上面一层 露出下层一层时 才看到里面有一张纸 拿起来一看 神色激动的弟弟老爷子 父亲您看 这 这上面都写住了 老爷接过一看 手不由微颤 整个人的脸色都长红起来 激动不已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哈哈 老爷子 上面写 什么 一位祖老问 这上面写着 这箱子里有50瓶 进阶药剂 另外制外伤和内伤 以及解毒药剂 等五种各式瓶 总共100瓶药剂 皆是出自诡异之手 老爷子神情激动 地说住 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们到底是怎么 有这么多的药剂的 单单是这百瓶的药剂 就是那百香聘礼 无法相比的了 真是太大手笔了 我林家有福了 哈哈哈哈 看到爷爷那欢喜激动的神色 再看祖老和他父亲 以及几位叔叔等人 也是兴奋万分的说住话 林承志想了想 看了众人一眼 有些杀风景的道 那个 爷爷 这可是给姑姑的聘礼 这话一出 大厅瞬间一静 气氛顿时变得诡异 第590章 它是诡异 众人面面相去的看了一眼 好像一口气突然憋着一样 不上不下的看来看去 最后 众人都哄得笑了 看向老爷子 是啊 这可是给素希丫头的聘礼 老太爷 您看着 诚之不提 我都当成是 我们林家的了 虽然也是我们林家的 不过 这也是素希丫头的 但到底是给我们林家的 还是给素希丫头的 什么给林家 给素希丫头 乱糟糟的 听得老夫都混了 老爷子瞪了那民族老一眼 倾壳一声 这聘礼自古就是给女方家的聘礼 我们这是当父母长辈的 家底富有就不收 到时让出嫁女儿再带回去 也是给他长面子 如果碰上家底没有的 收一些也是合理的 他的声音一顿 道 不过 我们原有说 这三元的聘礼一来 到时原封不动的给素希带过去 不过眼下来看 这药剂非同寻常 我们还得跟素希商量一下 他们能送来这些聘礼 自然不会判注带回去的 但各位也知道 这是诡异的药剂 一瓶就是价值连城 若我们林家收下这箱聘礼 那我们给素希的嫁妆 也得再添一份 听到她的话 众人点了点头 也觉得有道理 就按老爷子说的 这时还得跟素希说一说 若是我们林家收下这一箱聘礼 那嫁妆自然是不能少了给她 林伯恒沉思了一会 也说 这时就由我去跟素希谈谈吧 一旁的林老二想了想 问 父亲 那这个药剂我们用不用再拿去医药工会验一下 一听这话 众人的目光又看向老爷子 老爷子被众人看得火气一冒 没好气得到 你是怕没人知道咱家有百瓶药剂吗 还拿去药剂工会验证 这瓶子上的图纹都明摆住了 难道还有错不成 被这一顿训 林老二乐哄地笑了 不好意思地垂低下头 老大 你亲自把这百瓶药剂收起来 等过段时间再做处理 这每一瓶都极为珍贵 绝对不能滥用了老爷子吩咐道 是林伯恒郑重地应了一声 先将箱子收入空间 林承智见老爷子付诸首尘私柱 便问 祖父 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 我是在想 这凤凰皇皇朝也就久等小郭 如何能弄来这诡异的百瓶要紧 听你们说起 那个叫凤九的丫头的形象外貌 老爷子声音一顿 没有再说 林老二一经提醒 脑海划过什么一般 顿时一惊 莫非他就是诡异 这话一出 听中一静 林伯恒有些错的道 诡异 怎么可能 那封丫头虽然洗穿红衣 做男子装扮 可才十五六岁 怎么可能炼制出这样高阶的进阶要紧来 不可能不 他一边摆着手说着 可说到最后去 顿住了 双眼慢慢地睁大了 脸上竟是震惊与不可思议 心头咯噔一声 终是恍然大悟 他说 说三元回去后突破了武宗进入武皇 第五百九十一章 不该有的心思不能有 听中众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 这 这若是真的 那 那 那他们不就跟鬼衣结成亲家了 想到这一点 一个个激动的脸色都长红起来 激动的心情有如骇浪翻滚 一波波地拍打住他们的心头 激起千层骇浪 林承志也争了争 好伴想 问 祖父 父亲 你们说 要不要把家族里的年轻一辈都从学院叫回来 听到这话 众人愣了下 玄疾一 想 便知他话中的意思 一个个拍腿叫好 叫 叫 叫 得叫回来 得叫回来 一名祖老忍不住的大孝主 素希成亲 他们这些小辈怎么能不回来 对对对 得回来得回来 得回来 现在还有时间 等下你们都传信出去 让他们都赶回来参加素希的婚礼 没错没错 这样的大喜事 怎么能不让他们回来 不不不 家族子弟众多 若是都回来 那人太多了 就让十六岁以上的嫡系子弟回来就好 嗯 男的 女的就不用回来了见几位祖老那兴奋的 找不住边的激动神情 林伯恒愣了下 见老爷子一脸笑意没开口 不由神色古怪地扫了一旁的儿子一眼 继而前壳一生 这个 我觉得吧 让府中的子弟急住这个机会到凤凰皇皇朝看看 多和凤凰丫头亲近是好事 不过这别的心思 我不建议有 说到这个 林伯恒端出了一家之主的气势来 道 凤家丫头贵为凤凰皇皇朝的公主是其一 其二 且不说她是不是诡异 就拿她的处事手段和气势来说 别说是年轻一辈子的子弟了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也要逊色于她 其三 父亲和二弟你们是不知道 但几位祖老却是知道的 上次跟他一起来的那位黑袍男子可是严店之主严主 他跟凤丫头的关系非同寻常 让我们家族中的子弟去亲近他 只会适得其反听到这话 众人 这才渐渐冷静下来 分析了厉害之处 不约而同的相识一眼 点了点头 那到送亲时 让族中年轻子弟一同前往 就让他们渐渐身面就好 也都别乱打心思 另外 关于我们的猜测 你们知道就行了 绝不能说出去老太爷发话了 警告地看了众人一眼 在众人恭敬地应了声势后 这才示意道 行了 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去 都散了吧 是 我们先告退了众人行 了一礼 这才各自散去 承执林伯衡换住了儿子 父亲他回身 看向他和坐在主位的老爷 你是下人家主选 处理说话都得经过三思而行 你是长子嫡孙 一言一举都代表着我们林家 切不可 行差踏错了林伯衡 沉着声音叮嘱住 文言 林承之一正 继而笑着应道 父亲放心 儿子知道的 儿子说那句话 并无其他意思 只是想着 让族中子弟 可以有个开眼界的机会 姑姑的婚礼 请的还有周边各国的人 我才想着 让他们回来一同参加 第五百九十二章 修炼难尽 他摆了摆手 嗯 下去吧 秉退众人后 与老爷子两人 在厅中又说了一回 这才一同离去 两天后 凤凰城等人回到凤凰皇朝 将事情多交接号之后 他便也回到凤凰城 闭关修炼 送聘仪式已经办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用不住他了 至于他爷爷那里 进阶的药剂 也给他准备好 就看他修为 能突破到什么样的等级了 他们的事情处理好 他也得闭关修炼了 到时他爷爷的成婚大礼 势必会很热闹 在此之前 他的实力得再提上来 灵力修为无法突破 那他就修寻力 他专心地在空间里修炼 对外界的事 也没再注意 而在这段时间里 洗铁送到周边 九等国的各位谷主的手中 云月城中的一些家族的人 也有几位收到洗铁的 随着时间的接近 陆陆续续的各国人员 也逐渐到来 在成亲的前半个月里 林家的人由林博恒带领 亲自送了他妹妹 来到云月城一处准备好的宅子里入住 随行的还有林素希的几位兄长 以及林家年轻一辈子的子弟 他们乘坐太空船而来 浩浩荡荡 城中众人也都知道 是太上皇成婚的林家人 虽好奇 却也不得窥之一二 只因随行送驾之人 有数位原因级别 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同时 在凤九的空间中 盘西修炼的他 已经进入忘我的境界 忘了时间 也忘了地点 更忘了他爷爷的大喜之日 此时的他 浑身雄厚的旋力气息 弥漫而住 一圈圈地在他身上 流转运行住 他本是玄灵之体 经脉自备打开之后 修炼速度就比旁人要快很多 再加上又有着 蕴含天地灵气的空间 作为修炼之地 以及有药剂为辅 修炼速度 自是非同寻常 最近在空间中专心修炼 玄力品阶 进阶的速度也是极快 如今的他 已经一脚打入武宗出境 纵使如此 却仍没打算停下 想着一股作气 试着突破武宗 进入武皇 只是 自进武宗之后 修炼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就彷復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再阻碍着一般 让他无法再继续前进 为此 他喝下了一瓶药剂 可也只冲到了武宗巅峰 那最后的一道门槛 怎么也迈不过去 于是 他停下玄气修炼 而是在冥想中练习着武技 脑海中一遍遍地 练习住各种的武技 直到 彭腐整个人 都陷入一种疲惫的状态 无法再继续修炼冥想之时 他才停了下来 呼 他轻呼出一口气来 将一身气息连起 缓缓地睁开眼睛 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 彭腐他周身的气息 又有了变化一般 一种极其细微的变化 也只有一直坐在不远处 啃人身盯住他看的 小火风注意到了 给你一根 补充下元气 稚嫩的声音 软糯糯地响起 一根人身 也随着被扔向了他 凤酒一针 看住落在他怀里的 那根人身 笑着摇了摇头 只拔下一根身须 放在口中嚼住 第593章 各方动静 这东西 我可吃不下一整根 你留着自己吧 他嘴里嚼着那人身 想起自己进来 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便连忙起身 我得出去了 免得他们有事找不到我 说着 他看身边 只穿住肚兜 坐在那里 抱着跟人身在吃 明显最近胖了 不是一心半点的小火凤 问 你要不要出去 我看你还是跟我出去的好 你看你整天待在这里面 也没怎么修炼 天天吃人参 倒是把自己 养得白白胖胖的 再留在这里 指不定下次我进来 你就胖成球了 一听这话 小火凤本能地低头 看了看自己 哪里胖了 我没看出来 说话间 又从身后 扯出一根人参来 拿到嘴边咔嚓一咬 有滋有味地吃住 凤酒 嘴角一抽 无奈地走上前 直接将他一把抱了起来 软软的小屁孩 一抱入怀里 手感十足地好 让他不由地露出笑容 虽然是肉了点 不过 谁让你长得可爱呢 走吧 带你出去玩玩 别老待在这里了 原本还不太想出去的 小火凤一听他夸他 小嘴儿悄悄地弯了起来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我出去 我就出去看看吧 小屁孩 他轻笑住 拍了下他肉肉的小屁股 惹得他一脸羞红地 瞪起了眼睛 我要换衣服 换了衣服后出去 最后 换了一身衣服的小火凤 被凤酒带了出去 当他出现在房中后 便让小火凤自己在府中玩 他则让冷霜备了热水 泡了得早 一边询问着最近发生的事 邻家的人到了云岳城 邻家的年轻子弟 前两天过来拜访 不过没能进门 罗宇将他们挡回去了 告诉他们主子在修炼 不见客 各个小国的国主也 已经陆续到来 随行的还有一些皇室子弟 多安排在皇宫中入住 凤卫把各个国主的资料 和随行的皇室子弟的信息 都整理了出来 只待主子出关 可以查看泡着 热水澡 听着冷霜在一旁丙抱住 他应了一声 便起身 试去身上的水济后穿衣 来到梳妆台前坐下 冷霜上前为他搅干头发 帮我准备些吃的 再请他们将资料拿过来 准备一下 等会跟我一同进宫 他吩咐住 示意他去准备 试冷霜阴住 这才走了出去 试前头发后 他稍微整理了一下 取出一根银色丝带 将末发微数起一小缕 鱼下的自然的垂落在身后 简单而大气 却又不时优雅飘逸 来到衣柜 挑了件白色 却又在衣领衣袖 以及一百处 袖住银色云纹图案的 衣裙穿上 整理妥当后出了房门 桌上婢女 已经将膳事摆好 而那胖乎乎的小火缝 已经坐在那里 偷到酒喝 看住小火缝 那泛红的小脸蛋 他微饿 你偷喝酒 没有小家伙 一见他来了 直接否认 但那满身的酒香 和泛红的小脸蛋 却是怎么也骗不了人的 见此 凤酒摇了摇头 刚吃人参就喝酒 等会可别找我 第594章 宫中皇子 小家伙不以为然 他本身就是火属性的 酒为烈性 人参又是补充元妻之物 就算两者加上一起 别人受不了 他也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顶多 体内的火焰长了点而已 主子 这是资料冷霜走了出来 将东西放在他的面前 看了小火风一眼后 站到一旁 凤酒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翻看住上面的资料 除人资料之外 还有资料上那人的画像 因此 他可以一眼分明 知道资料上所说的是哪一个人 一餐吃了约末一个时辰左右 他将翻看完的资料 递给冷霜后 便问 马车准备了吗 把他们几个叫上 一同进宫 已经准备好 了 他们在府外候住 恩他应了一声 一手拉住小火凤往外走去 来到外面 当罗鱼等人看到小火凤时 一个个神色微动 这小孩他们以前见过一回 突然出现 又突然不见 没想到现在又在府里出现了 看见主子八人回过神 恭敬地行了一礼 凤酒看了他们一眼 吩咐道 进宫后你们去接掌封卫 带好各个小队在宫中巡视住 在这段时间里 不要出什么意外了 是几人 阴柱 看着他带着那名显胖了一大圈的小孩 上了马车 这才随行在侧 跟住马车一同往皇宫而去 而此时的皇宫中 周围各个小国的国主 和随行而来的皇子们 都入住在宫殿之中 在这里面他们行动自由 因此 一些假山亭子或者花林之间 往往可以看到 众位年轻的皇子相聚在一起 喝着茶 品尝葡萄酒 赏赏花 聊聊美人 就是这些皇子们 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事情了 而对最近来说 他们谈得更多的 则是这凤凰皇朝的公主 凤卿歌 听说这凤凰皇朝的公主 容颜倾城 风华无双 只可惜 似乎平时也没住在宫中 而是住在凤凰府里 我们来到宫中数日 也没有见到这位公主一面 真想知道 她是否真如外界所传的那样 绝美无双 据本皇所知 她可不仅是绝美无双 手段气势更是非凡 在还没成为公主之前 就敢生生聚了 青藤国太子的求取 这样的魄力 可不是一般女子有的 来到了这里 还真想会会 这位叫凤卿歌的公主殿下 一名华仪男子 一边把玩着手中的杯子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住 那一双阴柔的眼睛 泛住如狼一般的锐利光芒 一丝欣慰则在她的眼中滑过 脸上也浮起一抹感兴趣的神色 不错 确实是想会会她 不过 也不用急 这凤凰皇皇朝的太上皇大婚当天 她一定会出现的 另一名皇子也说着 比起那名阴柔的皇子 这个 皇子就是个力量型的人物 且不说她的长相 光是那虎妖雄辈的身躯 就给人一种很有爆发力的感觉 在这宫里头闲着也没事 不如 我们结伴出宫去游玩怎么样 其中一位皇子 看向其他人建一住 其中一人正想点头 就见不远处 一抹身影走过 不由眼睛一亮 第595章 皇子挡路 没想到这宫中 竟还有这样的角色 你们看 那女子长得还真是美 她示意众人看去 众人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只见 那不远处一名白衣女子 缓步走住 白衣飘逸 身段玲珑 最是引她们注意的是 那绝美的容颜 当真是倾城角色 让众名见惯美人的皇子 也不由得纷纷眼前一亮 眼中浮现惊艳的光芒 此女身上气质出众 衣着简单大气 容颜倾城 估计就是那凤青割了 那名阴柔的皇子 打量了不远处的凤九一眼 做出了评判 众人听到这话 神色各异 她就是那凤凰皇朝的公主殿下 这样的倾城姿色 也难怪连青藤太子 也能一见倾心 确实是美得 让人移不开眼睛 刚才还说没机会见到 现在就出现了 真是有缘啊 既是如此 我们何不邀请她过来一句 她是主人家 自然不能怠慢了 我们这些客人才是 你们觉得呢 那名岁数不大 却长得比较吓人的皇子 开口笑着问住 目光则紧紧地盯着 那不远的凤九 众人一听 眼睛一亮 这个当然好 有这样美貌的公主殿下作陪 是我们的荣幸 不是吗 他们说着 一个个笑着朝那边走去 打算赌了凤九的 去路 将她请到亭子中来 凤九手里牵着小火缝 往宫殿中走去 身后跟住的是一身黑衣的冷霜 而罗宇等人则去了凤卫那边 那些人一直盯住 你看小火一手牵着凤九 迈着小短腿跟在她身边 目光则带着不悦地朝那些人看去 应该是邻国的那些皇子 不用管他们 他连看都没朝那边看一眼 继续往前走着 他是打算进宫来看看他爷爷 修炼得怎么样了 可没打算陪那些人耗着 可他们过来了 小火缝说着 一双眼珠咕噜地转动住 也不知再打着什么鬼主意 就在她的声音落下时 那七八名男子也来到她的面前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位定是凤凰皇皇朝的公主殿下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公主殿下 真是让我们惊喜不已 一名皇子开口笑着说着 目光则放肆地打量住容颜出色的凤九 事先一转 连带她身后的冷霜也没放过 听闻凤凰皇皇朝的公主殿下容颜倾城 今日一见才知百闻不如一见 公主殿下 我们几位正在那边喝酒赏花 就不知公主是否肯赏脸 另一名皇子也开口说着 目光带着侵略性地落在凤九的身上 跟在凤九身后的冷霜脸色冷了下来 尤其是在看到他们一个个 用着那样恶心的目光 放肆地打量她家主子时 她身上的杀气更是迸舍而出 只是主子没开口 她也不能放肆 只能强忍住想杀人的冲动 就是凤九 此时也微皱了下眉 目光朝眼前的这几人扫了眼 声音清淡而带着疏离 不好意思 本宫还有事 就不奉陪了声音一落 她牵着小伙往前走去 然 一双手却就那样地横挡在她的面前 第596章凤九坑人 她微垂眸 眸色凉凉地看住眼前的手 在抬眸时 眸光中浮现的却是盈盈的笑意 只见她眉眼弯弯 露出无害的一笑 目光在眼前虎背熊腰的剑状男子身上掠过 看向一旁的几人 笑道 几位皇子真想跟本宫聚聚 众人见 她露出女子的娇柔来 纷纷心下一笑 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子 被她们这么多人拦着 还能镇顶离去不成 当下 便有人笑道 公主是主人家 怎么也得静静地主之一之事嘛 就是 我们在这里遇见公主 也就想邀请公主一起到亭子中赏赏花瓶 瓶酒 闲聊几句 还望公主莫要推辞 若是公主不惜瓶酒 也可以陪我们在宫中四处转转 只要有公主作陪 我们也是欢喜的另一位皇子说着 目光灼灼地盯着她 看中那一双双如狼似虎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庞扶她就是一只无害带宰的羔羊一般 凤某脸上的笑意加深了 她看了这些人一眼 眸光一转 摇了摇头 吃酒赏花哪有什么趣味 本宫不洗这个 哦 那公主洗什么 那名阴柔的皇子问住 锐利的目光盯着她 觉得这凤凰皇皇朝的公主也不过如此 她瞥见那人一眼 脸上带着笑意的道 闲时 本宫比较喜欢与人切磋听到这话 众人神色各异 一时间没开口 只是盯住她看 如果各位皇子有兴趣 本宫倒是很乐意陪你们切磋一番 就是不知 你们有没那个胆量 她眉头轻挑地看住他们 不是想找她做陪吗 她倒是可以硬下 只是 他们有那个胆量吗 众人听见她的话后 脑海第一个想的则是 据说这凤凰皇皇朝的公主伸手不凡 带着这个疑问 他们的目光在她身上来回打量住 怎么看都想象不出 这个看住娇滴滴的女子有什么可怕之处的 再加上 被她言语的一击 心高气傲的皇子们 自是不愿说自己没那个胆量 于是纷纷了下来 怎么不敢 有公主与我们切磋 我们是求之不得呢 不错 早闻公主伸手不凡 本皇也确实想要领教一番 哈哈哈哈 我也早就想会回公主殿下了 有这个机会自然不会错过 那七个入名皇子很是张狂的孝主 丝毫不觉得 也有这个女子的实力伸手在他们之上 要知道 他们能随他们的父皇来到这里 定是众位皇子当中实力秀为最为出色的 又岂真会怕了区区一名女子 既然他自己开口说要切磋 那他们正好趁着机会 搓一搓他们凤凰皇朝的威风 男女交手 场中若有什么不该有的碰触之类 也只能归于纯属无意 这样的机会 他们如何能放过了 然而 就在他们一个个心底兴奋期待之时 却见那容颜清澄的绝美女子眉头微拧 脸上浮现一丝苦恼的摇了摇头 初见就与各位皇子切磋有失礼数 若是不小心伤了各位 定会惹恼各国国主 有失两国交号之意 想想 还是算了吧 第597章好深一个坑 算了 什么算了 正当他们满心兴奋的期待与他过招时 却听见他说算了 怎么能算了 周围瞬间一静 他们一个个睁住眼睛 一脸错愕的盯住他 因错愕而微张开住的嘴 都可以塞下一整颗鸭蛋了 尤其是看到他那一脸的为难 一脸的犹豫了 一脸胜圈在握的模样 更是气煞了他们 被凤九牵着的小火缝翻了的白眼 就知道这女人要坑人 跟他过招 眼前这几个白痴 真是赶着上来揍他 公主是觉得自己不如我们 因此而赶了吧 就是 公主也太小瞧我们了 难道我们切磋输给公主 还会跟我们的父皇告状不成 切磋点到极致 不会伤及性命 因此 也不会有物两国邦交 这一点 公主是可以放心的 不错 更何况 公主怎么就知道我们会输了 切磋 你来我往 也许是我们不经意间打伤了公主殿下呢 看住众人一人一句地说住 那一旁的阴柔皇子没开口 只是拿着一双眼睛盯着凤九打凉住 凉九 这才到 公主殿下若真的有所顾忌 不如 我们就签下切磋保证书 无论是公主还是我们 都是自愿切磋 切磋点到极致 就算误伤 也不得追究 如何 嗯 小黄觉得这主意 甚好 不错 本黄也同意 对 签下保证书 这样一来就更省事了 听着他们一个个赞同 一双双眼睛都盯住他 只等他说话凤九便笑了笑 露出了无害的纯净笑容来 当然 这样一来 本公也就无需担心了 就在他声音一落时 冷霜已经从空间取出笔墨直燕 双手拖着来到凤九面前 凤九提笔龙飞凤舞的写下切磋保证条例 皆是在双方自愿 若有误伤不得追究 也不损害两国邦交 最后 他签下凤青哥三字 示意其他几人也签上 众人走上前 一一看过 觉得可行 便也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 凤九收起那张纸张后 唇边露出一抹笑意 看了他们一眼后 便将他们带往练武场 此时的那七八名皇子们 心内兴奋而期待 想着的是在切磋中 占占他的便宜 扬扬自己的威风 却不知自己已经入了凤九 为他们挖好的坑 阴宫中各国之人齐聚 凤卫和护卫都增加巡视 往日怎么也有不少人 在这里训练的练武场 也就空了下来 见着练武场周围 只有十几名护卫 那阴柔的皇子便看向凤九 问 不知公主想要怎么切磋 凤九看了他一眼 是一小伙凤跟在冷霜的身边 别乱跑 便走上练武场的鄙视台 站在台上 看住下面的那些皇子 笑道 本宫还有事 也没时间担得太久 一个个来挺费时间的 这样吧 你们一起来 简单方便又快捷 听到这话 下面的七八名皇子 一个个怒火骤声 一一挑八 他可真敢说 其中一人忍不住地跃上台 冷哼一声 还是让小黄先来会公主吧 第五百九十八章 为何不出手 见此 凤九笑了笑 道 也好 如果想要终止切磋 只要开口认输就行了认输 呵呵 公主真是说笑了 那名皇子冷笑住 拱手朝他 意思地行了一礼 请声音一落 也没什么君子的礼让之道 直接便出手朝凤九袭去 凤九唇角微钩 对方的攻击 在他看来速度实在太慢 一出手便是破绽百出 若不是想趁机收拾一下他们 他还真懒得自己出手 眼前掌风朝他拍来 他脚步微移 侧身一闪 双手没动 只是抬脚攻击 极快的速度 踢向了对方的后膝盖处 下稳不稳的那名皇子 持腾丝地抽了口气 后膝盖受不住力 屈膝一弯 整个人往前须扑而去 险些狼狈地摔向地面 他一回头 见他连手都没动 只用脚 不经木火中烧 感觉被羞辱了 慕问 你为何不出手 凤九眨了眨眼睛 端住的是一脸 的好意 说出的话 却是气得他全身颤抖 本宫想着出脚就行了 出手怕皇子受不住 你 怒意蹭蹭地上升 他也不当他是女子 手掌旋力一运 猛然掠上前去 凌厉的掌风 由上劈下地朝他颈部劈去 却不料 凤九抬脚一踹 脚尖处运足了旋力 其膝看似无力 却蕴含暗尽地 踢中他的虎口之处 在他虎口一麻 手掌旋力瞬间被画的同时 只见他飞身旋踢而出 砰砰砰的一连击脚 竞数踹在他的身上 撕啊 他痛呼着 整个人失去了平衡 脚步蹬蹬蹬地后退柱 下面的几人健壮 神色微动 另一人一跃而上 我来回公主殿下 声音一落 凌空而起的 那名皇子挥腿横扫而出 端得是一腿横扫千军的气势 但当被凤九一脚踢中 对方大腿内侧的一处经脉穴位时 男人的酸麻感袭来 顿时狼狈地跃落在台上 双腿紧紧地夹起 想要伸手去揉一揉那酸麻之处 却又因靠近胯部 不想失礼于人前而强忍住 一时间 只见左扭右转地暗抽着气 连脸色都变得古怪起来 这位皇子 你还好吧 凤九一脸的关切 好心地问住想了想 又道 其实本宫那一脚也没用多少力道 应该不会很痛的 那位皇子长红住脸憋着气 连话都说不出来 是不疼 可是那种苏麻感 就像有千万虫蚁在啃咬着一般 苏麻入骨 忍得他一身鸡皮疙瘩 都蹭蹭蹭地冒了起来 简直比剧痛还要让他难受 见那连层上台的两人 一招就落败了 下面的几人脸色也有些难看 只觉得那两国的皇子身手实力太弱了 居然连那样的招数都接不了 简直就是丢他们的脸 余下的几人相视一眼 继而道 公主果然是身手不凡 未免我们也落得跟那两位皇子一样 我们几人就不客气了 声音一落 几人越上台 分别 站在凤九的周围 将他围困在中间 公主 若是接不住招了 一定要喊认输 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停手的 第五百九十九章 不死也脱层皮 文言 凤九笑了笑 眸光在几人身上掠过 好 如果本宫打不过了 一定会开口认输的 不过 你们也要小心了 他声音一落 身影瞬间掠出 手掌围拳朝面前的一名皇子袭去 速度之快 让那名皇子都没来得及避开 就被一拳击中眼眶 砰 撕 那皇子倒抽了一口冷气 被那拳头击中猛然后退着 眼眶传来的痛意 让他连眼睛都没能睁开 只觉一阵火辣辣的疼 好快的伸手 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一人的声音传出 就剑术抹身影瞬间出手 朝凤九袭去 来自四面的围攻 招招狠立 并没打算留几分余地 他们只想着 给这个狂妄的凤凰皇皇朝公主 点颜色看看 然 看到他们出手 凤九嘴角笑意一勾 他身上的旋力气息吊动了起来 速度比先前的还要再快上数倍 白色的身影在几人之间掠过 隐隐地 只听见拳头击落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一声的惨叫 痛呼传出 四 阿 笨 我的眼睛 听见那台上传来的痛呼声 那守在练武场的守卫们 悄悄转过头来往那台上去看 看到那台上七八当人围攻他们公主时 一个个暗自摇头 那可是他们凤凰皇皇朝的公主殿下 是他们凤位的主子 别说是只有七八人围攻了 他们在这里可是见过十几人围攻 都伤不到主子分毫 相反的 最后大伙可都被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那几名皇子胆子也真是肥了 想跟他们主子动手也不打听打听 真是欠修理 看住台上的那一幕 台下 小火凤从怀里掏了掏 摸出一根人参来 一边咬住一边看住 问 你说他们会不会脱层皮 冷霜微低头看了他一眼 道 不死也得脱层皮 若非他们是来参加老太爷亲事的别国皇子 就凭他们敢用那样放肆的目光盯着主子看 就足够他们死一百次了 嗯 我也觉得是 而且 被打了还是白打了小家伙点了点头 一脸同情地看住那些人 觉得这几人真是蠢得他都无语了 就这样的人也能是一国皇子 可见 他们的国家想要再怎么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在底下看住 不过半炷香的时间 他们就见有几人已经鼻青脸肿一脸的惊具 张嘴喊出个我字 就被一拳击飞 打断了他要说出的认输话语 嗯 一声痛哼 那名皇子捂住嘴角 惊恶地盯着一脸无辜的凤酒 张了张嘴 半天也没能说出话来 他看了看旁边的人 见他们一个个都是一脸的鼻青脸肿 一个个眼眶都辅助于伤 有的还捂着被踹疼的肚子退到一旁 看到这一幕 那名皇子咽了咽口水 伸出手来 我认 术 笨 声音一落 他整个人也被一脚踹下了台 直接晕了过去 看得台上那几人一个个羞脑万分 本欲开口认输 可这么一看 一个个也都拼了 汇聚旋力气息直接来混的 第六百章不陪你们玩了 只见 他们几人在运起旋力气息后 直接扑上前 想要抱住他的脚和身体 先将他困住再好好收拾一顿 连那阴柔的皇子和那名虎妖雄辈的皇子 此时也连脸面都不要了 因为被凤酒做的一个个都变猪头了 心中羞脑 只想着教训他一顿 因此也跟住一扑上前 而看到这一幕的凤酒愣了一会儿后 失笑道 几位皇子 你们若是不想切磋了可以开口认输 怎么来混的了 这也太失礼了 谁知 他不 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一个个脸色难看的直接黑了脸 认输 他们不想认输吗 明明就是他连给他们开口认输的机会也没有 没看到那名认输的皇子每次一说话要开口就挨了打 还直接被一脚踹下台 他们好歹也是一国皇子 岂能真的那样失脸了 更何况 他们还真就不信了 这么多人打不赢他一个 而这一刻的他们 已经没去想他们这一来混的 可比认输还要更丢他们一国皇子的脸面 见此 凤酒也不想跟他们再玩下去了 更何况 看到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样子 他的火气也消了 毕竟是来参加他爷爷的婚礼的 他自然不能太过分了 于是 看到他们扑过来时 他直接一脚就将他们踹向台下 有的是踹到肩膀滚下了台 有的比较倒霉的是直接让他踹到脸了 也有的一脚踹在肚子上 直接飞出 四 啊 一个个滚下台 一声个痛呼闷哼声传出 原本那一个个衣衫光亮的华衣皇子们 此时一身的狼狈 脸上左倾一块 左肿一块 甚是滑稽 他们从地上爬了起来 先前的锐气 皆被挫得一丝不剩 隐隐的还有一丝 来自于拳头之下的敬畏 他们虽然骄傲自大了些 但心下却也知道 这凤卿哥能以一笛八 评的就是他过硬的身手与修为 也是到了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 他为何感觉了那青藤太子的轻视 为何在他凤府 只剩下他一人支撑之时 敢与那慕容博对敌 除了身手与修为之外 他的心机也非他们刻比 他抓住了他们不将他放在眼里的轻视 挖了个坑来收拾他们 这说好听了切磋 说白了就是为他们的放肆 而付出代价 他们这是赶着上前 让他白揍一顿 想到先前签下的那保证书 一个个心里憋屈的要冒火 他早就在那里算计住他们了 还真枉费他们 还依附得得意洋洋 期待着趁着切磋之时 好占他便宜 谁知 便宜没占住 倒是被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各位 这切磋也比划过了 本宫就不陪你们玩了 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尽兴的 尽可在这里继续 本宫就先走了他轻笑住 白裙 飘飘 衣媚轻浮 绝美的容颜迎助浅浅笑意 站在台上居高临下地看住他们 将他们的狼狈 尽收入眼底后 唇边笑意加深 这才一步走下台 带着小伙凤和冷霜一同离去 只留下那身后 面面相去又狼狈地憋住火的几人 第601章眼神乱飘 离去的凤九 本打算先去见他爹爹的 不过听风卫说 他爹爹正与其他国的国主们 在闲聊住 于是 他便先去找他爷爷 然而 他却在他的宫殿里 没找到他的人 问了一圈后 才知道原本是去了 宫中的一处竹林里 你带小伙去找冷华 然后随意转转吧 他吩咐住 示意冷霜将小伙带去冷华那边 是冷霜阴住 看得小伙凤 小家伙看了凤九一眼 没说什么的 跟住冷霜离开 宫里的竹林 凤九是第一次来 因为他也不常在宫中住 这地方只听说过 今天还是第一次踏入这里 朝里面走了一段路 看住清脆的竹子映入眼中 淡淡的竹箱 随着清风弥漫在空气中时 整个人的心境也随着宁静下来 他缓步走住 也许是因为心境的宁静 在这一刻竟想起了那已经离开两个月的轩辕莫泽 这么久过去 他应该是回到那个帝国了吧 他身上的千年寒毒还没解开 那些压制的药丸 只怕也是撑不了多久的 回去后 那边真的有炼丹师 可以为他炼制出解药吗 想到空间中还有一瓶他的血 等他爷爷大婚之后 他抽个时间出来研究下 他就不幸以他的异毒天赋 还破解不了那千年寒毒的毒 来到里面 只见在林中的一块大石上 一席灰衣的老爷子盘息而坐 闭目镜修筑 也许是因为进阶成了武皇 原本银白的头发已经渐渐地变成灰白 他的面容也不似原本的苍老 而是比原本看起来要年轻十岁 他终究还是没能突破成为武尊 也是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武尊 纵是有药剂相符 也绝非易事 只可惜 他在炼丹方面还欠缺火后 纵有心想要炼制出还盐丹 可终还是得在深袭了解丹道 也许是察觉到他的到来 原本闭着眼睛的老爷子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视线落在凤九的身上时 眼中浮现着慈爱 凤丫头 来了怎么就静静站在那里 凤九露出一抹笑意来 孝柱走上前去 我想看爷爷什么时候察觉到我来了呀 呵呵 你进竹林 爷爷就知道了他孝柱说着 示意他过来大石子上坐下 问 我听凤卫们说你在闭关修炼 什么时候出关的 说话间 他的目光在 他身上扫过 当看到他已经进入武宗等级时 不由微可 你已经是武宗了 这么短的时间成为武宗 他的天赋当真是惊人 凤九笑着点了点头 来到他身边坐下 他没有隐藏修为 他自是可以看出来 不过 他也只能看出他旋律的修为 灵气的修为 他却是看不出的 本来想着要突破武宗的 只是 到了这里 就一直卡住进不了 所以我也就没修炼 打算缓缓再说吧 他笑眯住眼 看住他好奇地问 爷爷 素希姑姑到了这边 你有没偷偷去瞧过 听到这话 凤老爷子脸上浮现一抹不自在 倾壳一声眼神 乱飘 第602章一堂相比 在孙女的目光之下 老爷子哄得露出了笑容 只好到 也没偷偷去瞧过 也就去找大哥喝了两杯酒 好了 我 就不逗爷爷了 他忍不住轻笑着 说 今天我过来也就看看爷爷准备的怎么样 今天意见状态挺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嗯 爷爷 挺好 你放心吧 老爷子笑眯住一双眼睛看住他 心下是十分的欢喜 毕竟 怎么也想不到他到了这年纪岁数 居然还会再去 过两天便是爷爷的大喜之日 这两人就别修炼了 好好休息吧 他叮嘱住 担心他修炼过度 在大婚前太忙 身体熬不住 知道知道 爷爷知道的 他眯住眼睛点住头 又想起什么一般的道 对了凤丫头 邻家的人 好像都猜出你诡异的身份了 若不是那天大哥说起 爷爷都不知道 聘礼当中 你居然还添了百瓶药剂 这聘礼一事 都由他们安排 儿子没跟他说 他也没过问 毕竟交代了 一定得准备好 不能失礼 只是没想到 这聘礼却后的 让他都惊讶 尤其是那百瓶药剂 以凤丫头诡异之名 他炼制出来的药剂 每一瓶都是有事无价的 他却是生生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炼制出百瓶作为聘礼 当他知道这时候 心下除了惊讶之外 就只有感动 他早早地便安排好一切 为他做足了面子 如何不让他这个 当爷爷的感动 闻言 凤九音音一笑 爷爷成亲 孙女我不然 也得出一份礼啊 我别的没有 这药剂嘛 恋恋也就出来了 你呀 他摇了摇头 慈爱又宠溺地看住他 别人万经难得之真物 到了他那里 却成了随便炼制 就有的东西 若是让人知道 明洞各国的诡异 就是他家孙女 这门槛定被提亲的人 踏平了 凤九陪着他聊了会天 又跟他说了 刚才遇到那几个皇子 趁机收拾了一顿知识 惹得老爷子哈哈大笑 最后 见天色了不早了 这才先行离开 去找他爹爹 然而 谁也没料到 那几个一身是伤 从练舞台打算回去的皇子 还没回到居住之处 就被他们的父皇派了人来传唤 在凤霄的宫殿那里 众位国主相聚一堂 周边的十几个九等小国的国主来了 他们在闲聊过后 便说着想叫他们的儿子们 前来拜见一番 其实 也就是想让各国的皇子 人聚一聚 比一比谁的身姿神采 更为出色罢了 这些皇子 有的聚在一起 有的也不与围裙 因此 除了被凤九修理了一顿的八人之外 还有六七人 原本各自在房中修炼 当那六七人前来拜见后 便落座于他们父皇身后 一个个衣裳滑跪 气质出众 然而 就在众人说笑间 护卫禀报 其他的几位皇子也来到了 大殿中众人一笑 皆朝那殿门之处看去 主位的凤霄更笑着吩咐 快请他们进来 只是 当看到好八名皇子结伴而来时 那遮遮掩掩的举动 让大殿中的众人觉得够异 当他们抬头看进来时 众人更是愕然 第六百零三章 受益良多 这 这怎么回事 一位国主恼怒地站了起来 怒视住进来的儿子 能将儿子带来这凤凰皇皇朝 定是他众多儿子当中最出色的 本想着让众人看看 他儿子的气度与风采 谁料却看到他鼻青脸肿 遮遮掩掩的进来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凤凰皇皇朝的宫中 难道有人敢对你们动手不成 另一名国主也乘着声音开口 浑身的微压一出 整个大殿都感觉到气息的凝固 其他人听到那位国主说出的话后 便没再开口 他们只看住鼻青脸肿的儿子 心中压抑着怒气 真是什么脸面都让他们丢尽了 只有几位国主面色带笑 威严的目光在掠过那八人后 便继续端住茶水清平柱 不用他们管 出丑的不是他们儿子 嗯 这样一比 这样一看 这其他几国的皇子也不过如此 那几名坐在他们父皇身后的皇子 此时眼中也是浮现够异 到了宫中几天 这几人他们也是有碰过面的 只是不屑与之为伍 倒没想到今天见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出现 还真好奇 他们是怎么弄得这一脸的伤 也太难看了吧 此时走进来的八位皇子心下也不好受 脸上火辣辣的 也不知是羞的还是痛的 他们听到各自父皇的传唤 还特意回去换了身衣上才来 要不然 此事更显狼狈 只是在各国的国主和皇子面前这样湿了脸面 他们都有些羞于贱人了 想到他们是签了保证书的 因此 这事也只能往肚子里验 要不然 若是让他们知道这一脸的伤 是被凤凰皇皇朝的公主打的 估计更没脸见人 他们本来就是以巴敌衣 但最后还落败了 败得这样的抬不起头 几人相识一眼后 琪琪向众位国主行了一礼 那名阴柔的皇子这才开口道 是这样的 我们几人聚在一起 闲着无事便想着切磋一番 只是没想到下手都中了点 才弄得这一脸的伤 让父皇和各位国主担心了 我们真是不该一听这话 其他几人也连忙上前道 是是 都是我们不应该 这切磋就切磋 不料一来二往的下手就中了 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的听到这话 大殿中众人神色各异 能当上一国之主 自然都是人精 就他们的那一套说辞 也就骗骗别人 他们会性才怪 不过 能将他们几人都修理一顿 还让他们帮着遮掩 不敢说出来的 这宫中有这样的人吗 他们是没想到 但主位上的凤霄 看了那几名皇子一眼 却是倾壳一声 端起茶水 清明了一口 掩去唇边的笑意后 这才开口 切磋有利于实力提升 几位皇子 以往各居一国也疾难相遇 能有这个机会 切磋一番 定是受益良多 八人听到这话 微锤低下头 含糊地应了 一声 而他们的父皇见词 心中纵是恼怒 却也不好表达出来 正要回退他们时 就听外面传来禀报之声 第604章 凤九奇人 一声公主驾到 尹德大殿中 众人纷纷望去 凤凰皇皇朝的公主 也算是个传奇人物 先是身份被鼎茂 被人害致悔容 又重新回归 夺回身份接掌凤令 再到与慕容一轩退清 凤府遭逢劫难时 他独注支撑起凤府 让各方势力无人敢犯 被青藤太子看重 却又敢明年聚婚 凤府门前遇人强取 他一出手便让青藤众位 溃不成军 瞬息间便了夺将领性命 敢让来犯者 血溅凤府门前 拉下前国主慕容伯 轻推他父亲上尉 改国号为凤皇皇朝 轻到三等强国邻家 为他爷爷送聘 一桩桩 皆非寻常女子可比 对着凤皇皇朝的公主 他们可是打心底好奇 与其说此行是来参加 凤皇皇朝太上皇的成婚大礼 倒不如说是来回这会 这凤皇皇朝的公主殿下 会带他们觉得 最出色的儿子前来 也是有一个意思 想要看看 这凤皇皇朝的公主后 摸个底 再看能否谈谈联婚仪式 凤皇皇朝如今崛起 若这公主 当真是如传闻般的出色 他们自是希望 可以为他们的皇儿 定下这个出色的女子 至于成不成 他们则不担心 年轻人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相处 尝试还是要的 纵使机会渺茫 但万一真的成了呢 与他们的父皇不同 那几个被凤酒修理过的皇子 在听到公主加到几个字后 本能地往一旁站去 觉得自己站着 仍是有些显眼 于是纷纷来 以他们父皇的身后坐下 另外几名皇子 注意到他们的怪异举动后 微美 心思一转 看向了店门处 只见一名白衣女子 缓步走了进来 她身边没有人陪同 却不亢不卑 轻盈而从容地走了进来 看到那女子的第一眼 几名年轻的皇子 只觉得眼前一亮 那样的倾城角色 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她身上的那种 尊华无双的尊贵气息 白裙飘飘 墨发垂落身后 端的是一派的优雅从容 飘逸绝尘 他们只见 那绝美的容颜上 神色淡淡 唇边琴着一抹浅笑 轻眸中的神秘神采 将她整个人的美 提升了一种境界 那不是一般女子的 娇柔温婉之美 也不是那种 冷若冰霜的美 更不是那种 火辣美艳之美 她的眉宇间 散发着如 娇阳般的耀眼神采 神色中 有着一丝的慵懒 举止间 散发着一股 自信与从容 那是一种 来自心路骨髓的 肆意洒脱 既有属于女子的 慵懒姿态 也有不逊色于 男子的从容肆意 真真是 让人见之惊艳 久久不忘 凤 久缓步走进大殿 目光随意地一瞥 掠过了大殿中的众人 当看到那 坐在他们父皇身后 微垂住头 半遮住脸的几人时 眼中划过一抹笑意 这几人 居然还到这里来了 真是有趣 来到大殿中 他先向主位的爹爹 行了一礼 而后才向在座的 各位国主 行了一礼 神态从容地笑道 早闻各位国主到来 一直未曾拜见 失礼之处 还望各位国主勿怪 第605章 请公主多指点 众位国主的目光 在他身上打亮了下 脸上的笑容加深了 就连语气 也缓和了几分 不似先前 迅使他们 皇儿那般的威严冷应 呵呵 早就听说公主殿下 神采风姿出色 今日一见 方知传闻 只说了不到十分之一啊 不错 十六岁就达到五宗级别 这样的天赋 真是少见 与公主比起来 我们这些皇子 就真是太不起眼了 众位国主笑着说着 在看到凤凰九的这一刻 他们已经决定 无论如何 也得跟凤凰皇皇朝 打好关系 有天资这样出色的女儿在 加上凤霄自己 以及凤凰老爷 和三等强国的林家人 这凤凰皇皇朝 如何还能恶交 而在他们的父皇 说出凤九是 五宗级别修为时 那八名一直低着头 不敢让凤九 看见的皇子 猛然抬起头来 愕然的怒目 瞪向那一派 优雅绝美的女子 心中愤怒不已 他居然是五宗 他怎么会是五宗啊 一个五宗 居然好意思 跟他们这些 只在大五师级别的人切磋 也太厚颜无耻了吧 他们一个个愤怒地 瞪住那个笑语盈盈地 跟他们父皇说话的女子 此时的他 举止间 优雅透着大气 哪有半点 诱哄他们入坑时 那单纯无辜的神色 这简直就是一个 外在如无害小白兔 但实则是只狡猾的 玉面狐狸 正当他们 愤愤地怒瞪着他时 就听他们 父皇戴笑的声音传来 经得他们 连忙连起脸上的怒容 一脸规矩地做好 微垂谋听事 皇儿 难得来到凤凰皇朝 公主殿下 又这般的出色 你们可要抓住 这次的机会 请公主殿下 多指点你们一下 听到这话 那八个垂谋的皇子 每一个个愤愤地 按字咬牙 他们可是早就被指点过了 这一脸的亲种 可不就是拜他所赐吗 然 他们却不敢不听 只好硬住 是 我们紧急父皇叮嘱 定会多找公主殿下指教的 凤九听了确实一笑 道 指教不敢当 若是 几位皇子不弃 本宫倒是很乐意 与几位多切磋一番 说到切磋两字 他带笑的毛子 落在那几人的身上 眼中有着只有他们几个 才看得懂的笑意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有公主这话 我们也放心了 众位国主朗生孝主 在他们看来 可以跟凤九切磋 一可得他指点 二可拉近关系 可是只有好处 并无坏处的 只有那八名皇子 在听他的话后 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他们的脸 感觉 脸上这伤又疼了 又过了一会 众人散去后 大殿中只剩下妇女 两人 凤霄孝主看向他 笑道 那几人是怎么得罪你了 竟被你修理得全上脸了 这真真是让人想要不注意他们也难了 凤 九音音一笑 来到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膊坐下 我进宫时 他们拦住了我 让我陪他们喝酒赏花 我说喝酒赏花无趣 便带他们玩了些比较有趣的 那他们怎么会连告状都不敢 你又做了什么 知女莫若妇 他话一出 凤霄就知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的 第606章大婚 于是 凤九便将如何让他们签了保证书一事 跟他说了 惹得他哈哈大笑出声 接下来的两天 凤九住在宫里 帮忙招待着各国国主 至于婚礼一事 他们则请了更老爷子和宫中的一些老人去安排 在忙碌中度过了 让他们惊喜的是 关喜岭终于在老爷子大婚的前一天赶回了云月城 12月13日 大婚当天的清晨 皇宫正门前 三声喜炮打响 12名修士御剑从皇宫飞出 每名御剑者的飞剑上都站着一名首碗花篮的妙龄工壁 清一色的粉红色衣裙 额眉淡扫 一个个清秀娇俏 甚是扬眼 御剑的修士们各带着他们飞往云月城的天空 从半空中洒下准备好的喜糖 一声震耳欲聋的喜炮声 也随着在云月城的天空绽放而开 如同碎灿的烟火般站后 又散落云月城的下方 刹那间 只要抬头望去 就能看见整个云月城的天空 随处绽放住如同烟火般的喜炮 一鸣鸣的弓壁将喜糖从半空中洒落 引得整个云月城的大人小孩都欢喜不已 那12名御剑修士再撒了两圈后 便回到了皇宫正门的上方 而此时 浩浩荡荡的一支迎亲队伍正从正门出发 耀眼的红色让整个迎亲队伍 都散发着一股喜庆的气息 一喜喜庆红袍住身的凤老爷子 骑坐在老白的背上 除了老白身前绑着一朵大红花球之外 他的身上也斜绑着一朵大红花球 今日的他整个人看起来神采飞扬 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笑容 在他的身后跟住的是一顶八人大轿 在花轿在前后还跟住八名首碗花篮的宫壁 一边走着 一边洒着鲜花瓣 吹落打鼓的声音喜气洋洋 引得城中百姓大人小孩纷纷为官 一边跟住迎亲队伍前往迎亲 当老爷子前往去迎亲时 在皇宫之中 凤霄与凤九两人站在宫殿的屋顶远远地眺望着 看中那一支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而去 凤霄不由感慨地笑道 看见老爷子澄清 我居然有种看住儿子娶妻的感觉 扑斥 听到这话 凤九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来 眼中有着忍峻不住的笑意 答去得道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 爹爹居然也有啊 哈哈哈哈 这话 咱妇女两个在这里说说就好 可不能让老爷子听见了 要不然准讯我们一顿 凤霄朗声笑着 会有那样的感觉 实在是因为他们家很久不曾办过喜事了 尤其这办喜事的不是他女儿 而是他老爹 自然是会那种怪异的感觉 当妇女俩在这高处看住迎亲队伍 一边聊着天时 林家那边也是一派的紧张热闹 花叫 快到了 素希准备的怎么样啊 林伯恒迈步走了进来 见房中一片忙碌紧张 有人拿着 有人拿那的 快好了快好了 喜帕呢 喜帕在哪 快给新娘子盖上喜娘连忙换着 房中帮忙的众人又连忙找喜帕 第607章自此为凤家人 在紧张之中 外面又传来了一声花叫到门前了 于是林伯恒来到素希的身边 素希 三元来接你了 大哥送你上花叫 有劳大哥了喜怕之下 素希娇艳若花 轻声说着 林伯恒便俯下身 将他背了起来 亲自送他出门上花叫 在一连串的礼仪中 迎亲队伍接了新娘后 浩浩荡荡往皇宫而去 林家众人也同行送嫁 一同前往宫中 而城中百姓却是一路跟随 直到来到皇宫大门 看住太上皇翻身下马 亲自踢开轿门 将新娘子迁进皇宫 直至不见了那对新人的身影 众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阴阴庆的队伍 是要是城走了一圈的 一圈下下来 时辰也不早了 但他们在算好的及时 来到了林家入住的地方接新娘 再迎回宫中 这一连攻下来 便已经过正午时分 直到将一对新人进入宫殿中 拜了凤家的列祖列宗之后 送进了喜房 外面的喜宴已经开始 也许是因为被凤九修理过 又或者是各国国主有交代 婚礼上各国的人相安无事 没有闹出问题来 倒是让凤霄暗暗松了口气 在喜宴中 凤霄负责招待各国国主 以及众位皇子 而耿老爷子和关锡领 则负责招呼住各个家族的家主们 凤九则招待着林家的众人 也见到了林家年轻一辈子的子弟 老爷子席间处出来招待客人 一桌桌地敬酒 今日的他一整天 脸上都是掩不住的笑容 那打心底涌出的笑容 让众人见了都替他欢喜住 毕竟是太上皇 他的新房子自是无人敢闹 因此 在敬了一圈酒后 老爷子先行离去 众人则一直畅饮到深夜 才各自散去 这一夜 作为东道主的凤霄 和凤九将个人都送离后 妇女两人相视一笑 凤九看向他爷爷的宫殿 狡猾地笑着 爹爹 他们都走了 你说 我们妇女两个 要不要去闹闹爷爷的新房 一听这话 凤霄微恶 继而失笑 回去休息 回去休息 你可别捣乱了 免得吓到你爷爷他们说着 他打了个哈欠 道 今天忙了 一整天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也赶紧回去吧 说着 也不带他说什么 便迈不离开了 那步伐微快 彭扶怕他再说出什么 让他多无法回答的话来一般 看出他爸爹 淘一般的背影 他目光转了转 摸了摸下巴 自言自语的道 会吓到吗 哎 算了吧 今晚可是爷爷的大喜之夜 我还是别去捣乱了 他轻笑着 这才转身回了宫殿 此日 约莫沉时中的时间 凤霄和凤酒妇女两人来到正殿 给老爷子和素希敬茶 这是一杯承认他自此是他们家人的茶 一杯敬长辈的茶 父亲 母亲 请喝茶凤霄恭敬地给两人敬茶 心里则在唤出母亲时 有一丝的别扭 毕竟 因为被他称为母亲的 长得跟他女儿一样 这憋屈可想而知 不过 他倒是对接纳他不排斥 他的生母 他换为娘亲 这一生的母亲 也就是对他的尊称 第608章 开心太早了 老爷和素希相识一眼 两人脸上带笑 喝了他的茶后 素希则赠了他一礼物 而后又是凤酒为两人敬茶 同样的也收到素希为他准备的礼物 几人在宫殿中聊了一会 凤霄便先行离去 因为今日各国国主们都要离开了 他得去安排相送 凤酒则留下说了会话后 便也跟住离去 因为他爷爷的大婚过后 他打算去桃花舞修炼闭关修炼 等待到时六星学院的招生之日 大哥他们今天也要回去了 我们去送送他们吧 素希看住身边的人说着 脸上映着幸福的笑容 多年的等待 终于等来的结果 自然是满心的欢喜 好风老爷子映住 陪他前去相送 两人大婚前 各方人员前来 热闹不已 大婚后 各自归去 就连关锡岭也再次跟住 黑市的拥兵队外出历练 时光匆匆 一黄眼 三个月 过去了 桃花雾中 扫地的老者听着又一声 炸炉的声音响起 不由地抬头朝那炼丹房看去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 第四十二次炸炉了 黑市那边的人 最近来的野情 都忙着给他送来炼丹炉 可 凤九一身漆黑 连头发都被炸毁的 丹炉窜起的火苗 给烧住了 微微卷起 散发住胶味 一脸的灰黑和乱发 十分的狼 他一边捂住口鼻 跑出丹房 来到院中深呼出口气 眉头紧紧地皱起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住 不对啊 我明明已经将地火 调控制得极好 怎么还会炸炉 是哪里不对 难道是百枯草的量大了 想到他 他又跑进了丹房 从空间中 重新取出新的丹炉 又开始新的一炉实验 然而 两个时辰后 又一声轰隆巨响响起 这一回丹炉没毁 而是丹炉里 猛地击冲出一股气流 轰隆一声 丹炉灵药净毁 又一次失败 这次煤炸炉 也不是百枯草的量大 那就剩下药性相吃了 他盘膝坐在丹炉前 一声黑兮兮的 探宁眉深思 眼中竟是执着 这三个月来 他除了炉制药剂 交由黑式拍卖之外 就是研究丹道 只是没想到 引来天雷的灵药 他都炉制过出来了 可三接寿源丹 却怎么也炉制不成 让他都不禁怀疑 那次炉制出的丹药 是否真的只是运气好 我还真就不信了 他目录坚定 又再一次地进行尝试 在院落的桃花树下 老者静静地坐着 看住那炼丹房所在的院落 在两个时辰后 没在听见那院中 传出炸炉的声音时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如同老僧入定一般 静静地坐住 直到 又过一个时辰 听见那院中 传来那女子哈哈大笑的声音时 他才睁开了眼睛 慢慢地起身 转身离去 而在丹房之中 凤九哈哈大笑住 欢喜于失败了数十次 终于将兽缘丹炼成了 当下 他掐了道丹爵打出 炉中丹药飞出的那一刻 他伸手接过 只是 当看到那出现在掌心中的 两枚丹药时 脸上的笑意一样 第六百零九章 兽缘丹成 掌心之中 两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一枚呈暗红色 一枚呈黑色 这两枚丹药上 连丹纹都没有 却又散发着浓郁的药香 不是废丹 但是不是毒丹 他却不知了 因为这跟丹方上 所著名的颜色根本不同 丹炉没炸 灵药也没弄错 也有药香飘出 可怎么就成两枚怪丹了 这样的丹药肯定不是寿缘丹 可用的都是寿缘丹所需的灵药啊 他也迷糊了 明明按住丹方来炼制 没有弄错步骤和下错药 可怎么炼制出来的 却是两枚 连他也不知道 是什么玩意的怪丹 他拿着那两枚怪丹来到一旁 取出空间中的那本 丹方大吉仔细查看对比 却是找不到半点头绪 最后 他用银针设施 这两枚丹有眉毒 银针试过后 银白依旧 他只能将这两枚怪丹的 炼制步骤和手法 以及用量计下 将那两枚怪丹收起 又再继续试着 虽然不是寿缘丹 但至于承担了不是吗 于是 再次炼丹 他尝试着改变丹方 加入了一些 他觉得可取的灵药 这一试验 便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这些日子以来 他早已忘记炼制 寿缘丹的初衷 眼下的他因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尝试改变 只为执着的 要将它炼成 甚至 整个人到了 费事忘情的地步 近乎疯魔 终于在半个月后 当他看到承丹之时 看到那两枚丹纹浮动 呈棕色的寿缘丹时 终是露出 一抹释然的开怀笑意 终于成了 三阶寿缘丹 经过改良过后的寿缘丹 一枚三阶寿缘丹 可增加三年的寿缘 终于让我炼制出来了 他眼中蹦射出 欣喜的光芒 赶紧将炼制方法记录下来 将两枚寿缘丹收起后 这才迈步走出炼丹房 打算回院中 清洗一下 已经许久没换洗的衣物时 看到那在不远处 扫着落叶的老者 他眸光微动 步伐微转 朝他走了过去 来到他的面前 他从空间中 取出一个瓶子 这是我炼制出来的寿缘丹 给你说话间 他将瓶子塞到他的手里 便走了 老者微垂下的目光微动 他看住手中的那个瓶子 慢慢地抬头 看向那转身离去的脏乱身影 唇微抿了起来 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 倒出了瓶中的丹药 沉默了良久 凤九回去将自己 重新整理了下 因来这里闭关修炼 他就连冷霜也没带过来 因此一些事情 还都得自己亲力亲为 当沐浴过后 看到镜中 那被烧焦又长出来的末发石 不由得摇头 轻笑出声 两枚丹药 就把自己弄成这样 也真是够狼狈了 丹药果然不是药剂可比的 药效出众不止 炼制起来 也不是那么简单啊 他轻叹一声 修剪了头发后 喝了一瓶药剂 便倒床就睡 这一睡 足足睡了两天两夜 最后还是恶醒了 才爬了起来 当他走出院子 来到厨房 看有没什么东西可吃时 就看见那老者 坐在厨房外的石桌上 正用着扇 第610章 凌云青藤路 老者抬眸瞥了他一眼 便起身回到厨房中 不多时 端了一碗粥 便走了出来 放在他的对面 同时 将自己面前的小点 移了过去 也没说完 继续便低头吃住 凤九见了薇佳 走上前坐下 看住面前这碗 看似白粥 却中间放着一枚青色莲子 散发着莲香味的粥 给我的 老者没印 凤 久也没等他答话 便用汤匙吃了两口粥 当他咬起那枚青色莲子时 看了看 问 这莲子还没熟吧 怎么会这有这么浓的莲香味 说话间 他将那枚青色莲子吃入口中 嚼了下 却皱了皱眉 果然没熟 而且很硬咬不开 他在口中嚼了几下 还真没嚼开 但 那股莲子的味道 却真的很香浓 于是 便见他疏眉笑道 真香 嚼不开就直接吞吧 别浪费文言 老者抬眸望去 见他将莲子直接 吞入腹中 眼光微动 没说话地 继续吃住他面前的粥食 凤九在粥里捞了捞 问 怎么只有一颗莲子 虽然那莲子嚼不开 不过这一碗粥就放了一枚 也太少了吧 他还想再吃几颗呢 老者咬着粥的手一顿 头也没抬得开口 一眉够了说话间 他将粥吃完了 收拾了 自己面前的东西 转身进了厨房 不多时便走了出来 说也没说一声的 便直接离开 凤九一手脱腮 看住老者远去的身影 眨了眨眼睛 似尼男的亲问住 这才三月中 有莲子了吗 不过 这莲子的味道还真香 真不知是什么品种 他又吃了几口粥 入口的莲子清香在舌间散开 甚是回味无穷 填饱肚子后 他便回院中修炼 直接吞吃了那枚 散发着浓郁清香的 青莲子仪式 也很快地被他抛到脑后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离星云学院的招生之日 渐进了 这一天 他交代了在桃花屋 修行的几只鬼 修一些事情后 又跟那扫地的老者 叮嘱了一番 大意就是他要离开 去青藤国的 六星学院 星云休息 短时间里不会回来 让他们照顾好这里 便回皇宫去 安排好事情后 他与家人 在大殿中 说了一会话 听着他们的叮嘱 与交代 小九 你这回出去 身边不带人吗 自己一个人去到 六星学院身边 没个人怎么能行 要不将冷霜 从凤卫营中调回来 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不用 他就让他留在 凤卫营中修炼 我这回去 学院一人就行了 到了里面会有安排的 他笑着摆了摆手 道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给我传信 洗领来信说 他跟住佣兵在外面 到时直接去 星云学院那边 就不回来了 那你此行 不就得一个人 老爷子有些 不放心地看住他 虽说他实力出色 可那星云学院里的人 可都是来自各国的 精英子弟 每一个的天赋 都是惊人的 他一个人去 每个人照应住 能行吗 凤卫营一笑 他起身来到大殿口 抬眸眺望着 远处的天空 轻声道 怎么不行